我必須跟你們承認 我很在意肉圓的台語發音 它叫肉圓 不是肉圓 不是肉圓 不是講肉圓 或是說肉圓在哪 肉圓 不是肉圓 我每次講 看到這種字很在意 各位晚安 新年快樂 大家新年快樂 我今天盛上初期 想說 想說大過年的 不要再穿一個白T恤 好像不太雅觀對不對 食鍋拌飯 拌一拌搅一招 面對生命的模糊 拌一拌搅一招 學習面對生命的模糊 也不確定 這個其實 很需要的 很需要的建議 我覺得這個食鍋拌飯的建議 是幾乎所有人都可以用 因為有時候我們 太想要確定一件事情 我們總是太想要確定 一個東西 你們過年有什麼機會 你們新年輕計畫想好了沒 新年輕計畫 你們要講的計畫要是那種 符合自己內心的 不然你基本上都是 要嘛不會實現 要嘛就是雷 就是實現了 好像實現了 可是你好像用什麼東西來換 比如可能是健康 對不對 可能是關係 你在乎的關係 就是會哪裡怪怪的 所以 許一個願望是發 合乎自己內心 它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 然後要放下財富恐懼 這是基本款 如果你沒有放下財富恐懼 你基本上 很多東西 你的願望就不會 發乎你的內在 然後財富當然是重要 我沒有說它是不重要的 可是 它 這是我常說的 錢 金錢 財富是重要的 可是它不能是唯一 然後跟最重要 它可以在前五甲 它不能是最重要的 對不對 所以 你們要抓一下自己真的想做什麼 基本上我自己這樣子 我也11年了 邁向11年的年頭了 11年這樣占卜下來 也破2萬了 我發現一件事情 目前只要有很真心的相信 照著建議做跟相信 這個行動力跟信念有出來 不會太差 真的不會太差 那種年收入都是500萬以上 很基本 基本薪資 跟那個政府的基本薪資 當然就差很多 可是宇宙給你們的基本薪資 年收入500萬是一個基本 你們真的可以 我知道我以前 我跟你講 我知道我現在在講什麼東西 如果我是五年前的 我會覺得這個人在胡說八道 而且我很憤怒 可是 我是真的有體驗過 然後加上客戶 我們都是從谷底 你懂我意思嗎 谷底2萬8 我五年前零2萬8 然後還沒有尊嚴被踐踏 人格被踐踏剝奪 所以很辛苦 但是現在就是 當然是大家的地方 它不會是我一個人去完成 大家的 所以大家都是可以的 500基本而已 這不是在炫富 因為500其實還好 真的還好 我普通 我已經 剛好過個線而已 普通 我說真的啦 然後很多客戶都是 是很豐盛的 所以它是可以完成的 那你要拋開財富恐懼 如果你一直在焦慮這件事情 那你其實很多事情完成不了 或者是我剛才講 你完成是用很多東西來換的 是不是呢 大家 我看一下你們留言 新年紀一掛 好好接受有時候任務 然後有時候 注定會改變 跟要失去的東西 真的可能要接受 真的 我知道講這話 大家不愛聽 可是我發現 執著強迫症 執著強迫症 完美主義 就是人類的痛苦 跟那種 負面業力的來源 對不對 對 好好存起來 好好念書 說都不好吃 大家都可以 真的 真的 我絕對不是在炫富 因為我沒有很富 我只是剛好過雨 就基本 薪資過一點而已 這大家都可以的 喔對 我們有時候就是會有個狀態 我們誰那麼想要什麼 什麼一個人的旅行啊 什麼 或者說什麼 誰不知道該走就要走 但是有時候是不是有時候 走不了對不對 有沒有這種狀態 就是 我知道我該斷舍離 我知道我該放下一切 到處去玩 可是有沒有一種狀態 就是真的沒辦法 OK沒問題 但你總要讓自己有點 廣告時間 下午長時間 休息時間吧 所以如果你沒有辦法 這麼快的拋開 現有的一個困境的狀況 那你至少讓你自己有一個 小小廣告登出的時刻 總可以吧 對不對 好 就如果你連對你自己 這麼一點點的好都不願意 那你又會有誰 對你更好的對不對 那你們知道 我們講到半天 你們知道我今天要占卜什麼嗎 呵呵 就用一個很浮誇的 因為我就是無聊在講梗而已 危機解密 哈哈哈哈 好啦很浮誇 危機解密等級的 危機解密等級的 貴人運勢占卜 呵呵 很浮誇對不對 危機解密等級 貴人運勢占卜 那這個就是要抓 我們會看到貴人類型 貴人的可能哪邊出現 對我們儘量好不好 我們儘量達到危機解密 呵呵呵 盡力 然後方位就是方向 東南西北 西北這樣子 方向 然後 你之前的貴人運 你如果覺得不夠好 為什麼 或是說如果你覺得不錯 但怎麼樣更好 少做多做 基本的對不對 好 那我們要來揭曉 我看一下還有什麼要 要講 沒有我要開始了 我要來開始了 六月大阪機票是吧 真的不知道 題目是 貴人 危機等級 危機解密 呵呵 好爛 我不會想題目喔 我看很多人都好像 很會想題目 危機解密等級的 貴人運勢占卜 呵呵呵 然後明天 明天晚上就會有 一月運勢 然後反正明天 然後後天就是 上半年 重點 大後天就是 整年的 旅程 OK 所以是一個2024的氣況 好不好 好 現在1號組 然後 我要來抽牌 OK 先給你們看 1號現在要抽1號組的牌了 1號組 1號組 我理我臉近一點 好像比較不會不清楚 1號組 你們誰選1號 有嗎 有人選1號 有沒有2了 2了 生三節就很可愛 有沒有人選1號的 1號就是封面 是這個 你看牌背 它是封面 有沒有感覺很厲害的感覺 然後又在1號 1號 這跟選舉沒有關係 呵呵呵 1號 來我們來瞧瞧 你們會得到什麼 首先 我們先來看方位好不好 貴人方位 看看喔 得到什麼呢 OK 得到一個背面 我用這個牌卡 它不是正義 我要是用正面背面 它給你一個背面 錢幣7的背面 所以你的貴人背對著你 然後 它有幾個可能 當然是中啦 中路 我沒有抽方位 我覺得 它也許早就已經存在了 你的生活周遭 但你不一定跟它很熟 或是你可能覺得它根本沒有可能會是你的貴人 那當然會有幾個原因 也許是你 比較 可能太佛 或是對方是比較 要觀察久的人 我覺得有這樣的可能 想很久會觀察久的人 所以我覺得 你如果需要開啟你的貴人運售 首先你要記得有一種 一個大方向就是 你是被觀察著的人 所以如果你今天 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 你比較容易沒有耐性 的話 那很有可能 貴人他 覺得你有一些很不錯的特質 但他覺得你沒有成型 又或者是說你缺乏委定性 然後對他來講 可能風險會過高 所以他可能 稍微出現對不對 有可能 好 再來 再來是 這也是背面 那個背面牌 聖杯騎士的背面 背面 然後這盧恩 我們有搭配盧恩 是溫酒 東方 我覺得你的貴人 我覺得你的貴人 他是屬於 曾經有 出現過 曾經有出現過 然後他可能 是 有耐性的人 那他現在可能還在你的 你的生活圈 應該還是有 我們那個生活圈是比較廣泛 並不是說你一定要跟他 常常見到面 因為我剛才已經說過 你們未必很熟 所以他有可能 東方 你們知道方位講 東方就是指 指的是 比如你居住的 國家的偏 東方 這是一個方向 or 你的居住 你現在居住的 城市的 偏東方 比如說你今天住 台中 台中的東方在那裡 或者說你要用一個美國 東岸 不一定就是你要以 你要以居住 或是一種國土的 觀念來看都是可以的 可以成立的 所以我覺得你的貴人是那種 他會到處看看 然後觀察很多人 可是他要的特質 其實很有可能 是一個很實際的 很實際 然後他看的東西很多 他會看你的實作力 他也看人品 看你的財氣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好嗎 再來是那個 那個是 喔不錯 東方 南方 看南方 你的南方有沒有 或南部 南方南部 保健國王政衛 然後這邊得到索威羅 保健國王政衛 所以 南方比較有機會 我覺得東方的貴人 可能曾經出現 但已經 我覺得已經 又離開了 又或者是說 他曾經關注過 但覺得不符合他 大概會這樣的感覺 所以南方 你居住的地方 南方 或者是說你住的地方 你的國家 大家相對來講 南方這也是喔 好的 優住的師父 這是什麼 什麼意思 優住的師父 是誰 換海了 等一下你是在聊說 聊說那個 你們的貴人 可能是優住的師父 他在聊這個嗎 因為我剛才我怕我沒有跟上 我居然不討厭這個 感覺 我其實不討厭 我沒有覺得 這個比喻不恰當 只是我要確認 因為我有時候 你們講話 我並不會有辦法 實實跟送 我怕你們在聊別的 有一點這個感覺 優住的師父 快很害 好 有點年紀也有可能 對不對 再來看到 西方 太陽正位 西方 不太像 這個得到依莎 西方 反而會是 你要當別人的貴人 反正就是你居住的地方西邊 或是西區 你居住城市的西區也算喔 比如說你住 台北市 那他可能在討論西區 或是你居住的地方西邊 或是一個 居住國家的西邊 反正你們要自己去 我不要一直重複講 你們大概懂那個感覺 我覺得西邊西區就可能 比較不是貴人 可能是可以交朋友的人 小屁孩 西區比較容易 又變地圖炮了 西區比較容易有機會 有小屁孩 好 然後再來這個是 比較 背面的嗎 對 反面排 來這個是 前壁山 這是北區 北部 北邊 前壁山的背面 沒有人 你看 你看另一面就是我們常見的前壁山 對不對 有人 這邊 無人 OK 前壁山 No 這個感覺也不太有可能 就會變成說前壁山很有可能 是 不太像是貴人為 因為我自己貴人為的判斷 因為貴人為它是需要幾個特質 所以你的最明顯的 南方 南方 南邊 南部 好不好 南區 自己抓一下 或者 名字有南的人 真的 這個可以適用 像說 我們如果講東 就說有東的 像姓陳的 南就是南子 朱南子 南 南邊的南 那是三連水南 有沒有 你們懂我意思 可以喔 是可以的喔 OK 就比較諧音 諧音不行 他邊可以 部首邊可以有南 好 再看看 西南也不像 這邊有沒有機會 東南 東南沒有 唉唷 唉唷 我來跟你們講一個 東南沒有 然後 西南 西南沒有 西南沒有 別想太多 南啦 你的很確定 南 南是一個 讀定的了 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我就已經 什麼都不用說 什麼都 不用說 等一下喔 背面 這次給你背面牌 對啊 其他位置還好 有些是已經走了 有些是根本還沒有沉斜 OK 好 所以你的很明確 南邊 然後你的貴人 有一個屬性 他比較直接 然後他很實際 然後他觀察比較久 那有人剛才講 換海師父 OK 我說我不討厭 不討厭這個說法 好不好 是安捏 筆記喔 南 南 是你們 突然亂認 好我們看你們 可能在哪些場景 場所可以遇到你的跪 我給你幾個提示 第一 來 有一個胖胖肉肉的女孩 然後這字題 你們這樣都看不到 我放我臉的附近 胖胖肉肉的女孩 這字題寫著恐懼 我跟你講 就像我這樣 胖嘟嘟 硬要正式 自以為自己是很正 沒有不能自以為 你要發自內心 哇 我好正喔 我不管我的體型如何 就是那個 就是我常常在 碎碎唸你們的 那我跟你講 我會碎碎唸的 通常也是 我很容易被 生命碎碎唸的 就是不要老是說 啊等我瘦了 我就會化妝 等我瘦了 我就會打扮 宇宙哥哥要等你瘦 NOSUS 什麼都沒有了 先 不管你現在寂靜 就是你身材是什麼樣 你都是接受它 那你要瘦是後面的事情 可是我們每一天都在過啊 要是你今天100公斤 你要等瘦了之後 你才好好的活嗎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在當天 當下 你就應該好好的去過 OK 就常講那種好不好 然後再來 所以大概會是這種狀態 你非常展現自己的時候 它就會是 就會是那個 你的貴人覺得你不錯耶 所以我跟你講 你的貴人憑感覺 他會看你的人品 你的個性 你的潛力 然後耐性 他不太喜歡沒有耐性的人 OK 而且他是南方 你看剛才講 寶劍 寶劍國王 我剛才是 如果講錯會忘記 因為有些牌 好久沒用 這牌很久沒用 寶劍國王政委 配上索威羅 所以 他是一個很直接的人 他不喜歡那種 沒有自信扭扭捏捏的 所以有可能是 你給他有這樣的感覺 他就走掉這樣 好力量 非常相信自己 非常有力量 然後看到你非常有耐性 有沒有 你看這樣子一個人 扛著這些大事 所以耐性是他的重點喔 好羞愧 然後 不害怕自己的弱點 這個就要去 參考那個 很久以前的電影 街頭鼻子 Amy 是不是 我發音不是很好 反正就是阿姆演的 然後最後的 背頭那一段 就是這一種牌 或是我們在講 面對恐懼 凝皇心 的一個最好的範例 來插播一下 他有一個頭內 六 六 給你一張 你得到什麼呢 六得到的是 魷魚跟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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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滋味需要細細品嘗 越嚼越香回味無窮 魷魚跟麵 都會吃到腮幫子 腮幫子都變大了 這樣子吃 好 那我們繼續 時間 看看有沒有什麼 他 目前預估 不過我再次說明 時間是一個預估 你可以讓他再快一點 你也可以讓他一直 不會顯化 時間基本上 我目前客戶 只要照建議去做 時間到幾乎會顯現 甚至有些人 還可以提早一些 真的真的 好 我們要來囉 唉 有點久 一個箱子 有點久 我覺得是久的 因為你們沒有自信 我剛才看場景的時候 你們沒有自信 不會去 對 可是你們的貴的 他就是很喜歡那種 很有自信的人 然後以及 很堅定的人 所以他可能 嗯 舉個例子 比如說你有一些 天才天分 有被他看見 可是他覺得沒有自信 忠不成事 講真的 真的是這樣 我剛才講他的OS 真的 他覺得這個人不錯 有些才氣 但是他的個性 太自卑了 難道我今天 好我舉一個例子 給你 等一下 反正不管 假如 我說假如 假如我今天是一個 呃 老闆 我可以簽 藝人 我說假如而已 我憑良心講 呃 有些人我會覺得他很不錯 有他的 呃 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亮光點 對不對 每個人都有 可是我如果看到他真的沒有自信 我其實 會 我覺得當朋友可以 可是長期 你這種要 當貴人 你要給資源的人 其實連我都不會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 那個都是時間 心力 金錢的東西 那可是 要是你今天一個心情不對了 你感覺不對 Q回去 哇 那大家都耗費了彼此的很多的 呃 時間 心力跟資源 所以是他沒有自信 有點可惜 好 可是你知道嗎 這樣講的話就是提點你 你就是把這個 剛剛那幾個問題突破就 馬上又出現了 對不對 是慢的 是慢的 這個慢喔 不是你運氣不好 你們要搞清楚 不是運氣不好 是你沒有自信 你的運 你不願意打開它 你知道嗎 海龜孔雀 516324 海龜孔雀愛心號 是慢的 慢的 預計喔 來我問一下 好像很久了 你不要這樣啦 來點自信吧 你看我胖嘟嘟 我也穿這樣子 呵呵 我們來點自信 我都70公斤的人 呵呵 來點自信好不好 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 然後 你覺得你要 你的身材能買到什麼衣服 就盡量去展現自己 當然我不一定說 你們這一組是胖胖的 也有可能就是沒自信的人 對不對 好 我看看 61 對 61個月太久了吧 一年 12個月 61個月多久 這只是預估喔 不是真的喔 他就是宇宙在跟你說 你這 你這 你這不自信可能 61個月的款 幾 喔 有年喔 不要這樣啦 有年 敢不太久 會不會太久 太久了啦 太久了呢 目前預估五年 別鬧喔 別鬧喔 第一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的 整個來講 就是說 貴人運 我跟你講你們第一張 在原因過去 得到盛開的豐盛正味 我先跟你們說一件事情 你們只要願意展現自己 然後有一種 我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任何東西都不會讓我退卸 你的貴人馬上就出現 甚至早就出現 因為你們有 其實有討喜的一部分 可是我講一句 我覺得我剛才舉例說 假如我是一個經濟公司的老闆 我不可能只是簽一個討喜的人 這風險你們知道有多高嗎 你們簽一個藝人 也是要什麼 簽約金 我知道現在很多很騙人的 都沒有 都給他零元簽約 好像免洗塊一樣 我基本要簽約金 還有什麼教育 那都是錢 那 我不能只是因為 你很討喜 可是沒有自信 我只是用一個套路 在套用這個心情 我不是說是我 我只是在舉個例子 OK 舉個例子 你也不一定要講演藝圈 你今天剛剛講一個 我世界公司主管 我想要提拔你我都很怕說 你突然一個沒有自信 你Q回去 然後我跟上面 努力去推薦你 結果我後面很糗耶 很尷尬對不對 然後我為了挺你 以後別人會不高興 結果最後你又Q回去 哇裡外不是人 懂那個感覺對不對 所以你們是先天有貴人運的人 可是你們就沒有自信 你們真的太沒有自信 OK 好的 然後再來講到 少做 第四麥倫大天使拉培爾 逆味 心倫 你們太膽小了 就是你們會想 可是 可是這個那個 可是 比如像我舉個例子 有些人他會就是跟我說 我很害怕說 表達言論啊 或是什麼 蠻多客戶會這樣跟我講 我很常聽到這個說法 就是說 我很怕我一些言論 別人覺得不OK 被罵怎麼辦 我就說 你要不要先紅再擔心這件事情 你都還沒有人看了 你先有人看了 然後你再來想想 聆聽建議 然後看是不是自己真的 需要客觀一點 又或者說需要找多一點資料 又或者說其實你講得很好 大部分覺得不錯 然後我就講說 我們有時候會擔心太久的東西 太後面的東西 然後我還遇到一種客戶很可愛 就是說 我 他秘密就很有明星猛 然後說很怕紅了之後 很麻煩啊 然後什麼家人怎麼樣啊 我說 你要不要先 先紅了再說 你都還沒有紅 你就已經煩惱這個不覺得很不實際 這種看似很實際 我覺得現在人都有一個通病 看似很實際 但其實超不實際 因為你光這個過程 你就錯過超多的 錯過超多東西 根本不符合成本 你把你 我們在學商的時候 都有聊到機會成本 你光搞這些東西 你成本 早就已經 時間啊 然後 資源機會早就超過了 對不對 所以就很妙 現在人很妙 好然後 沉思的女人 多做 沉思的女人正位 你可不可以有全盤的計畫 當然可以 可是 他是正位 他是多做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一個 實際可行 你只要認為你其實 盡力的都已經 比如說我今天要加入一個產業 他當然不是說我只要有信心 就可以 你還是需要去評估 沒錯可是 這一組的評估 現在已經是 也不是真的在評估 可能是 只是往負面的方向去 所以就是說可以評估 那你只要很正確去評估 當中 可能會有的一些些 你需要付出的東西 你需要新準備的東西 準備好就可以往前 那基本上 這樣想的話 這對象應該就很快出現 他喜歡的是一個 所以你們把要 那個叫做什麼 逃避恐懼拖延跟 審慎思考 他其實是不一樣的東西 可是我發現現在 蠻多人搞混 好不好 怕說了傷了別人 這個我還是常常講一句話 我們 我這不是針對外語 我對所有人我都會這樣 我也常常這樣 告訴我自己 我怕說了傷了別人 可是我要想想 我們會不會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我們要不要拿掉一點自我 我們沒有那麼重要 沒有那麼重要 我們把自己放的D一點 那個D不是沒有自信 而是我們大家都很獨特 但是沒有的是重要 比如說因為說了什麼 傷了別人 那個人本來就玻璃心 他也不是你 你也不是唯一一個會傷他的人 反正你只要不是故意出於惡意 那當然不在此間 其實某種層面上 我自己的觀察 這也是我從自己跟客戶 多年來 11年來觀察 我覺得 很怕傷別人的某種程度 有一點點自我膨脹的味道 因為你把你自己放的太重要了 你懂我意思嗎 他人生的一個那麼多年來 很多人 不會只有一個原因 OK 好 然後再來 今天我來講我這麼沒力 不知道怎麼樣講得輕鬆 好像有點嚴肅 第一組 我甩過給第一組 怎麼有魚蛋包嚴肅 那樣 好 請問他歡快一下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你貴人 還有什麼其他的屬性 喔很棒喔 水晶持音者 真的有可能是 年齡大的 很成熟的 浣海婆婆之類的 而且他很實際 他不喜歡那種 不實際的人 在擔心一些不實際的東西 然後 然後他要的是 他可以接受 一個計畫 但他計畫跟自己在那邊 進入一種 活在未來 活在過去 就是編不回來當下 的那一種思維上的分散 其實他是不一樣的 而且他有錢 基本上有錢 有錢 然後可能體型 有點分量 因為剛剛 有出錢比七 有可能 體型有點分量 體型 OK 有點錢 嗯 好的 有自信很棒 好最後給你們神譽卡 機構裡的獨立個體 跟自我 機構裡的獨立個體跟自我 五個月 四個月 機構裡的獨立個體 可能他會希望你在 從 2024的前幾個月吧 你先專注在自己 的獨立性 就你不要覺得 嗯 你一定會影響別人 也不要讓別人輕盈這樣 像我 我剛才講兩種可能 第一種 我們常常會怕傷到別人 他有可能是太自我 好 這是一種面向 那另一個面向也很有可能是 你根本沒有自我 因為你常常被 別人傷害 就比較玻璃性 所以你會投射 你認為別人你是容易受傷害的 好也有可能是有這個面向 好再來 快樂的想法 想要在此刻覺得快樂點 想一件讓你微笑的回憶或是事物 好一種當下正向快樂想法 一次一步 許多小小的步驟讓大大的夢想成真 好就等於說你今天不管是 聽誰的建議或是看 誰的占卜 我的占卜誰占卜都好 就是說比如說我給你們的建議 不一定是我的只是一個舉例 你至少有挑其中一小步做 一小步 可是我現在有一種困境 就是 有些人他很敢做 我就發現他人生是閒化的很快 好開心 我也好 我也非常開心 可是我發現有一部分人是他 我給他十個建議 他其實他對我都是友善的 我先說明一下 每一位我都很感謝 可是我真的想要你們 好 我說真的想要你們快樂 真的豐盛 所以我要講直接一點 就是說 可是我發現有固定某一群人 謝謝你們 你們愛了我知道 但是我要講 會變成說我給十個建議 一個都沒有做 真的一個都沒有做 我就是幾年來 我看到沒做 比如說有些人說 該化妝不化妝 該打扮不打扮 該換工作不換工作 該這樣很多 就是他有固定一群 可能你覺得全部要做的 那選一個 比如說我今天畫個眉毛 你懂嗎 可是如果你今天連畫個眉毛 你都不願意 那就不用討論別的問題 所以一次一步 然後你就當好玩 就想說我們人很棒 我們身而為人得到這個皮囊 有沒有 我們可以去玩它 去創造它 不要這麼的 覺得好像他就是這個一個一個面向 好 功了 講完了 所以就是一開始這一張 天使 這一組的人其實很善良 特別善良的 可是他有可能會有兩種 一種是自我過度膨脹的善良者 有些很天使聖母的人 會有這個屬性 那也有可能是缺乏自我的類型 天使 確認信任更高的目的 你要去看到一個更高的更全面的 一個目的性 而不是僅限於在某一個個人 或是他人 或是一個比較小的範圍當中 然後你要更信任 信任到說你 你的人生你是很重要的 可是這個重要不是自我膨脹 而是說你確實是可以 真的是幫助 讓你自己人生很有 很有 那個叫做什麼 很有一個你自己想都想不到的劇情外 這個故事還可以幫助很多 好講完了 這是給醫藥組的訊息 醫藥 好希望等下二號開花一節 一號哪沒有 又讓我碎碎念 我想說大過年的 大過年的啦 嗯 就你們選一個嘛 或是說 你換 有些人說我就是 我是畫眉毛障礙症 我有時候也會 有時候我覺得我眉毛畫得好 所以我畫不好 那 就是比如說我有時候給 因為我給建議是算多的 對不對 可是我發現就是 一個都沒用啊 一個建議都沒有 都沒有做 比如說 好你說你不行 你真的化妝比較左臉 那有沒有換一個 新的風格的衣服 或去染個髮 或者是換個髮型 選一樣 或者說有些人是要 天天po一個 一個禮拜po個兩篇文 都沒有啊 就一個都沒做 一個都沒有 不要這樣啦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要大過年 再給你碎碎念 不要這樣好不好 我不好意思 我本來想說 今年應該 貴人體應該不會被我碎碎念 結果 結果還是碎碎念 好咧 我們要等等來第二組 來看看 我要來揭曉了 二號 二號抽完 揭曉 準 OK 好 我們先來看 看一下你們貴人的方位 這個中 中 然後東南西北 對不對 中得到圓盤二 錢必二 對不起 錢必二正面 然後這個是 梅娜茲逆味 這有一種 計較的感覺 我覺得 我覺得是這樣子的 有一點點這個味道 就變成說 可能 你也是有貴人力 但是你跟你的貴人都有一個 你們有相似之處 然後都有一個共通特質就是說 可能你的貴人也會覺得 那我幫他 他會對我同等的好嗎 或者是說 我幫他他會不會沒有看見 我覺得你的貴人跟你在這一點 可能有相似 他一直都有一點點計較的感覺 OK 然後我再想想 再看一下東邊 東 寶劍舞 東邊好可怕 好像不怎麼樣 艾瓦茲不怎麼樣 我來看看 南 東南 南也不怎麼樣 我講有的好了 西 錢幣 騎士 我看看喔 等我一下喔 我先看一下 目前看來 你的貴人 高機率是在 東南 東南喔 東南 因為這個牌 可是他有一個感覺 你看 錢幣八正文 然後配上 歐瑟拉 你的貴人 會比較是東南 或是名字有東有南 東邊南邊之類的 但他有一個屬性是 你有可能 我不會講的感覺 就是 彼此互相嫌棄 就你覺得你貴人不怎麼樣 他也覺得說 你這個層級遇到我 照你不錯 你想怎樣 有一點這個味道 其實剛才 一開始 錢幣二我就有這個感覺 有可能 我舉個例子 我就 消費我自己 不消費別人 我找些錢 會這樣 大概在2019 20的時候 2019 20的時候 就有一些貴人 他是真心想幫我 但我還 就是覺得 那還幹嘛 這個人還好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個人還好 幹嘛 一放要幫我這樣子 奇怪 可是我後來想想 不對啊 我那時候也還好 你怎麼樣的等級 你就會吸引到什麼等級 我們要慢慢解鎖啊 所以 我覺得可能會是這樣 他可能就是你自己 就是跟你的檔次 他就好你一點點 就那個一點點 你又有點看不入眼 你知道那個感覺嗎 就比如說你今天收入四萬塊 然後他可能四萬五 就好你一點點 的那種感覺 那你就 看他不入眼 然後他可能覺得你只能賣計較 或什麼 大概這個類型 然後 東南方或名字有東南 然後東區南區 東南區 沒有 東區南區沒有 是東南 這個方向 好不好 大概是這樣子 可以理解嗎 好 然後再來 我們要來看看 看見 場景 一個場景 一個地球 然後寫著看見 看見 所以 我想一下 我覺得他有一種早就已經 存在了 甚至你的貴人可能會是 不只一個 他可能就是意外的樸實的人 我跟你講 你的貴人有可能會是這樣 他不一定很有錢 他可能會說就好你一些 或甚至還有可能 你好他一些的 反正你們大概 在同一個集聚 那他給你的幫助 有可能是他實際要跟你合作什麼 也有可能 不是 也有可能是他會 幫忙說你的好話 幫忙說你的好話 覺得你不錯啊 然後有不錯的機會的時候 他會可能會在你自己 沒有看見的地方 跟別人推薦你 對 所以你要留意到就是說 你的貴人是很 很接地的很親民的 就是 基本上我可以講是一種 普羅大眾 所以你可能就是不要 看任何人 看人沒有 不要看別人沒有 那這些人都會是你的貴人 好嗎 OK 然後 嗯 再來就是 問家裡比心說 以前覺得是貴人的 再提升 這個不一定 這個答案不一定 這跟每個人在走的運 有些人他一生都是你的貴人 不論你爬得有多高 他就是來幫你的 他會用他的能力能幫你 那有些人他可能跟你的緣分就是 他要比你好的時候他才能幫你 這一題我答案我不敢講 因為他跟每個人的 他很複雜 他跟你自己個人命格 以及你跟這個人的緣分 屬性有關 其他兩種都有可能 好 勉強 一個人羊在奔跑 然後寫著勉強兩個字 所以 這個貴人屬性 你們遇到的地方 有可能你們都是 同事啊 然後你們都有點 工作狂啊 或是奴性比較重的人 所以我覺得要跟你差不多 Label的 應該是沒錯 嗯 擅長 然後你們有自己彼此 不同的擅長的地方 可是會有一種 有時候會彼此 看不上彼此 也許你們互為貴人 你有可以幫他的地方 他有可以幫你的地方 大概是這樣子 好 貴人的屬性在一張 心之勢 好 這個是內愛小孩生 裕卡 裕卡 我還是離我點緊緊 心之勢 對啊 你的貴人其實就是在你身邊 這一些人 有時候你幫他 有時候他幫你 所以 就是身邊的人 不要想太複雜 不要想到說 哇我是像那種什麼電視劇 突然我今天到一個地方 開啟了某個記憶 不是這種 我不會說永遠 至少2024不是 至少2024不是 好 然後我們再來看 時間 預計什麼時候出現 這個應該就是到處都是 所以早就出現了 對不對 嗯 但是我在這樣的前提下 可能這個出現應該就是說 你 我覺得這個出現會變成說 否第二組的 我的想法會不一樣 變成說 你終於能夠運用 這樣的能量的時間 你貴人早出現 就你身邊的人 好 一個橋 數字為65 然後第一張樹 第二張骷顱頭 第三張戒指 骷顱頭是66號 我跟你講 要出現找到出現 就是他早就出現 就是你身邊那些人 你要知道說你可以跟他 怎麼樣互相幫助 才是一個重點 對 而不是 比較 而不是花比較多時間在挑剔彼此 對 然後 六五七這時間也是偏長 所以很有可能 等一下喔 等你發現 等你發現 我要再次說明你們 這一組就是現在身邊 所以這個時間我會把它定義為一種 你真的能夠運用 很極端 有些人 65 可能一年 65週一年多一點 就可以運用 他就知道 彼此是要互助的 你這邊有兩次出現貓咪 你看這邊有一個貓咪 這邊有一個貓咪 你們會知道說自己 如何可以展現自己的特質 去 去 找到自己可以 把彼此照顧的人 對 那也可以很慢 很慢的話 就只有這一張 女人的能量 就你們會 覺得說 可是他又不怎麼樣 我說我幫 我跟他一起合作 會不會我很虧 我其實有時候會有 聽到這種狀況 就是說 他急遇突破 好 舉個例子 就是說他急遇突破嘛 他希望說他自己 想要一個工作室 因為他覺得 工作室是有租金 也有一些身材器具的問題 然後 然後我就說 不然你看我抽那個牌 你看你身邊 可能有一些人他 也有這個想法 你們可以合租工作室 然後 也會抽一些時間牌子 然後後來就出現 然後 這個時候 出現了他就說 他就說他給我回饋 出現 我說那很好啊 那這個可以考慮 你就稍微 跟他評估評估看看 如果他不是一個壞人 什麼的 然後結果他就說 他不是壞人 可是他覺得他 很普通 事業很普通 那跟我自己差不多 那要是我 我跟他合作了 我吃虧怎麼辦 就是類似這個感覺 可是其實 在這個時候 其實是應該要 互相結盟的時候 而不是來分 對方一定要高 你很多才是貴人 這樣子 好嗎 好最後是建議的部分 建議 所以 早就有貴人 這是過去就是一個 長期性的牌 關愛連結正位 你早就有貴人 可是你能不能夠發現這件事情 好 暴風雨前的寧靜 而且有點愛面子 我覺得這邊也有點愛面子的能量 暴風雨前的寧靜 逆位 這是少做 所以 所以 不要太過容易讓你自己 覺得說 我覺得有一款人 也不是所有 有一款人他也不是 他說 所以喔 冤枉 我其實也不是真的嫌他們 我只是覺得 都認識的人 那如果我們合作失敗 是不是會很麻煩 或什麼的 其實 我們跟人合作都有風險 今天你不管是跟你認識的人 或是你認為的那種大貴人 他也有風險 你們會擔心說 我跟我身邊人合作 搞砸人 以後很尷尬 喔 所以您的意思是說 你跟一個大貴人 那種很有 很有底氣大貴人 你跟他搞砸了 就不尷尬嗎 你惹毛的大貴人 你才真的要完蛋 你知道嗎 你就真的要完蛋 他可能會讓你之後再也沒有機會 如果我要講 其實每個東西 他都有 好的地方 跟有風險的地方 只不過就是看你去看哪個面向 對不對 所以也有可能 有些人是這樣子 然後他跟你說 不要去糾結這個東西 問題來了 我們總會去解決 不要太過去預想到說 可是我剛剛 是同事耶 是朋友耶 要是以後怎麼樣 光預想那些都保 你都不用做事了 對不對 好 再來是合約 合約 你以為 當然一樣 既然你的貴人是身邊的人 當然就很 有機會是跟身邊人合作 一件事情都是這樣 就是 你不要過度去預設 搞砸怎麼辦 但也不代表說 你不需要很熟悉 我們合約隨便錢 不行 相伴的 這種那麼熟的 你合約更要 其實都要清楚 就是合約要清晰 不要有一種 超超了事的感覺 那麼 他到後來 我觀察很多 超超了事的合約到後面 不管你今天是大貴人還是熟悉人 最終都會出狂狂 這是幾乎是 亘古不變的 法則 所以我們就 有很多歷史的 攤在那邊 我們就不要往那個方向去 合約一條一條 看好好的看 不要有一種 變以形式的 跡象 好 再來 最後幾張神譽卡 幾張神譽卡 這一個是 虛假的承諾 成功賦慾下一季 其實你要的話 就很快就會有 可是你就好 他的 宇宙好像就覺得說 你會在那邊猶豫半天 你在那邊弄半天 你知道嗎 然後你就會想半天 虛假承諾 然後成功賦慾 我跟你說 他要跟你講的是 如果你不想答應的東西 你就不要亂承諾 亂答應 今天不管跟誰合作都一樣 都一樣 然後如果你能夠清楚 知道自己 答應一件事情 或你要做一件事情 動機跟動力在哪裡 那整個來講應該 一個月到三個月 你的人生就會有很大的開展 好 再來是 愛療癒恐懼 你會再早晨知曉 他會給你一個承諾 用愛來療癒你的恐懼 就相信到說 只要一個善 跟合理的謹慎是要的 OK 一個善意跟合理的謹慎上面 我們去出發 基本上一切都會問題狀況 我們都迎刃而解 然後還有一個 你會在早晨知曉 也許你們今晚 要睡覺的時候 跟自己的信仰 告我 主神 天使如果可以的話 在夢中給我一個 關於很適合跟我合作的人的提示 或許有機會 你也可以寫一張紙在自己的床頭 底下 因為我剛才講的方式 用口語話 也許 你會從隔天早上醒來 你會發現你做了夢 OK 好 準 承諾直覺大膽 對 所以你要去思考你自己 要做的東西 它有沒有讓你躍躍欲試 如果沒有就不要勉強 然後 你的第一個感覺 很排斥的 那一定就是NO 然後或者是說 也有一種是 你第一個感覺很好 但你稍微細想 你又開始煩惱 那個通常也是小我在欺騙你 所以當然你去練 練習你的一些直覺 相信你的 內在 就有很高的神性跟智慧 好 講完了 這二號組的訊息 一直都在家跨年 所以你們沒有那種跨年的時候 那種 你們沒有當過阿妹仔嗎 或阿弟仔 有沒有 好 算了 現在應該沒有這個 我們那個年代都會有 你知道嗎 那個機車的很斜 很滑 阿妹仔 我以前有當過阿妹仔 你知道嗎 我今年的願望 就是我希望我可以 可以可以 穿回以前 以前八大風格 我熱愛八大 有些人說 像因為我胖胖的 所以我都會穿個T恤 然後那時候 就很可愛 我去做頭髮 那髮型設計師 他就很客氣 他就很客氣 摩羯座人會講話 他說 社會龍你喜歡穿 休閒風格對不對 我說什麼啦 我胖啦 我喜歡八大風格好不好 我喜歡穿 八大風格的衣服 什麼休閒風格 對啊 最後就是希望今年可以 穿回八大風格的衣服 什麼願望 好 那你們咧 你們到底有什麼新年願望 還是已經 你們已經沒有那個想法了 已經無欲無求了嗎 我現在還是有 我還是有一些新年願望 每年都要有的 等一下喔 我邊抽 集體冥想款 又大又快是什麼意思 你今天看認識書喔 以前我就是當阿美亞的人 然後快點就是 一定會去101看人家煙火 然後就開始 晚上飆車 OK現在 當然我們就 不鼓勵這種 這種行為 飆車 然後就是阿美亞 對 好不好 過年吃炸雞 是這樣嗎 剛才拜有抽到炸雞披薩克了 貴人一直在 是嗎 剛才香香是貴人一直在的組合嗎 其實112我覺得都是有 可是112讓我感覺已經 他覺得 好 我去看看別人 有那個感覺喔 有那個感覺喔 對阿 喔 你要當Youtube Youtube 可以阿 這是那麼低 低門檻阿 就是開個頻道 像有時候都問我說 欸怎麼經營社群 我說 首先 如果你是要是IG或是Facebook 寫下一篇文 然後 然後 弄一個IG或各種社群帳號 發文 送出 你要先 做了你才後面的經營 都還沒有做 連個文 連個內容都沒傳 你在跟我說經營 NO NO 你知道嗎 就好像是你今天要開一間豆花店 你就來跟我想 講說 我以後要當 我以後連鎖豆花店 然後要什麼 要上市上櫃 你先跟我講一間豆花店 你的那個計畫是什麼 那當然我們就會 在每個階段 會有每個階段的 那個狀態 對不對 我們現在揭曉三號 三號 火雞 你們都叫火雞 火雞 謝謝AN 自信收穫美好的未來 火雞 安裝 其實我很懶 我是 我穿這個字 想要過年 然後我有一些學生很懶惰 想說 我常常叫他們 要弄一下 我自己沒弄 有點尷尬 因為我這個人臉皮很薄 其實我很不喜歡自己沒做 讓我叫別人做 我覺得很尷尬 對 來來來來 看你們的中路怎麼樣 這張不錯 聖杯皇后 蠻美的 聖杯皇后 對 然後有英格瓦茲 不錯 好像有點機會讓我心動的感覺 就是這一組 好像有機會 英格瓦茲 聖杯 王后 女性 母性 你的強項 年齡大的 女性 或是溫柔的女性 你的強項 好 然後再來 再來是 那個 東邊 可是東邊是個背面 皇后背面 皇后的背面 你看他正面長這樣 可是你得到背面 有女性的東西 然後這邊又有 美娜茲 理論上應該是有女性貴人的 而且這個貴人是 非富姬貴 或是富且貴 你的貴人真的有貴喔 有富貴的感覺喔 可是他背對你 脾氣不好 你們是不是有點權威議題 會不會把你的貴人 會不會把你的貴人惹怒 你們有沒有這個 回想一下 你們人生當中 有沒有曾經跟 女性主管 女性長輩 吵架過 然後也許他一開始 他是覺得你不錯的 或是你們一開始很不錯 然後來吵架這樣去 或者貴人就你媽 可能貴人就你媽 或者你老婆 有可能啊 這個牌是有可能的 因為他有聖輩皇后 跟 跟那個大皇后 對不對 但是有一點點 跟貴人的能量不穩定 可能貴人一下子想幫你 一下子覺得你好討厭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什麼鬼東西 有可能是 你媽 這一些人有媽媽的 媽媽的能量 妹妹 媽媽媽媽媽 然後 然後再來是那個 西南邊 南邊吊人 吊人而且還背面 都已經吊人還給我背面 好像吊得很晚 夜以生 然後又有飛虎蜜味 那感覺有點可惜 他有一種可惜感 這一組的貴人很貴 大貴人 對你充滿了愛 然後流動 有錢 貴氣 然後這貴人 還覺得還會 未來還會 現在已經很貴 未來會扶搖之上 你們錯過了什麼 你們 好啦 但是我已經記得我講了 那個都可以挽回 OK 越害怕越搞砸 婆婆 你可以感覺啊 有沒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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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是婆婆 阿嬤 阿嬤 乾媽 還說你的貴人是媽祖 我貴人的媽祖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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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魔逆位 惡魔背面 背面 惡魔背面 這也不像 這個是南邊 這邊有點希望 這個是西南方喔 唉唷西南方你望位喔 好 西南方 教皇正面 教皇正面 然後 那個 魯恩也是有機會的喔 我想想我想我想我想 我想想 所以 你的貴人 東方貴人曾經有 但他覺得你很難搞 所以 要小心已經離開你 甚至可能會變你敵人 喔我跟你講你們這一組有機會 惹毛真的貴人喔 大貴人喔 真的惹毛 那很麻煩喔 就是我剛才上一組講到 喔你們不要想說 喔 都是平平的貴人 欸他各有好壞嘛 你大貴人有他的壞處 你一旦惹毛他 他很有可能 直接把你 捏起來 把你夾起來 對不對 好所以 西南方 或是名字有西有南 很多欸 西跟南很多什麼 陳文倩 阿還是你們貴人 陳文倩 文倩事件週報 有在亂講 西有南很多啊 對不對 他叫Nancy 叫南希 Nancy Nancy 是你嗎 叫Nancy的人 真的啦 我是說真的啦 真的是有那個字 字的布 布的就可以喔 因為小心惹毛 那種惹毛女性貴人的送 突然覺得 我幫你列入黑名單有沒有 而且你女性貴人的個性其實是 也是很重情感的 他感覺一旦打壞也很麻煩 情感的 那一種 有一點說變就變 說翻臉就翻臉的 性情中能 性情中能 可是他的資源如果他要給你是很好的 是真的不錯 所以大概這幾個 就是西南方 然後 男性貴人其實你也有 西南方 男性貴人 女性貴人 其實你們這一組的貴人也不錯 男生女生都有 只是目前因為中路 是聖飛 王后 對不對 正位 這樣一個瓦子 女性優先 可是你的男性貴人也不錯 可是你有權威議題 你可能會嫌女性貴人 囉嗦 情緒多 男性貴人很權威 想怎樣 你們想怎樣 好不好 Jaisy可以解析 Nancy 南希肯恩 好不好 我們看地方 沒有沒有還有一張 先看 就大概有什麼特局 我來看一下 這一張是水晶2 悄悄版 悄悄版 水晶2 我跟你講你的貴人 我想想 他的個性蠻妙 他有時候會 感覺甚至他會 明明他的身份比你高 他有可能價值比你低 有可能喔 所以你要去留意這一點 所以不要 然後他會 他很強調那種互相 就是有時候 有時候尊敬 然後有時候你尊敬他 有時候尊敬你你尊敬他 大概這樣的屬性 然後只要 覺得你能力足夠的話 他是很願意放權給你 也很 也不會 他也不會是糾結說 我當初是你的鬼人 所以我就一定要在你之上 其實不會喔 其實不錯 可是這種人有時候 也很強調情感 如果感覺不對 也有可能變你的敵人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哪些地方 哪一些常 真的是年齡 真的是媽媽阿嬤姨摸 你們自己看 你們這樣看得清楚嗎 一個年長女兒跟女性 有沒有你看 真的就是年長者 或是女性 年齡病大的女性 應該幾率高 或你媽 所以你要講 貴人去哪裡找 去找你媽 好那這樣去找你媽 想要看的是詹伏斯 大過年的 叫我去找你媽 或是Nancy Nancy 連結 其他很重感覺的 感情情感因素 對 也有可能 這一組如果是男性的選擇 你們是男性觀看者 他有可能是年齡比你大的 如果你們是女大男小 年齡比你大的另一半 這也是有可能 好 Nancy 殷勤不定的女貴人 我貴人 想太多 想太多應該是沒有 我跟妳講 這邊我不是說他有男性貴人 有 教皇 可是你的男性的貴人 很碎碎念 很雜念 你不會有桃花的感覺 你會有一種 嗨先生 我要做什麼呢 叫我 因為他又配到 配到那種能量都是 附近的能量都是這樣子 沒有沒有 有貴人都不錯 有桃花 有就很好了 好看見 看見 他很願意提拔新人 所以你只要讓他看見你的潛質潛力 我覺得就不錯 然後不要去傷對方的自尊心 這個人是有點自尊心的 OK 然後未來 不錯耶 很有未來性耶 他看的是一個人的未來 然後他喜歡會 會表達自己想法的人 然後他喜歡有社群 關懷集體利益的人 因為他前面英格瓦茲已經有出現 他其實教皇也有這樣的狀態 喜歡一個會分享 會有輸出的想法文化傳承 輸出的人 OK 而且他很願意一對一的 把他最好的東西給你耶 他是可以把資源給你的人喔 然後他就突然退去幕後 其實也不錯對不對 好來看你們時間 有機會快喔 雖然是57但他是一把火 火的話他基本上還是比較好 你們要 那我覺得關鍵是 你們要妥善的運用自己的火能量 我們每個人都有火能量嘛 你的火能量不要過少或過多 不要亂發脾氣或什麼的 好 有機會喔 快的喔 戒指 有些人已經出現 就是你的另一半 你的媽媽 你的女老闆 女性老闆 你阿嬤 他就罵人有沒有 出現了喔 可是我覺得這後面的法很妙 他這邊出現戒指雪花跟 一個 他版的第一張好 可是他後面有閉鎖的能量 就等於說 加上我前面講的這一張 背對的皇后 他也很有可能會因為你的情緒太過彰線 等於說他願意給你平等的概念 不代表你可以突然過頭 好像已經踩到人家頭上 這是不一樣的事情 對 所以要稍微留意這一點 如果你們留意這一點 那就還不錯 然後 貴人運不錯 應該已經出現 然後 五十七 看一下 五十七天 嗯 那就 或者是說 五十七小時 五十七小時早就出現了 呵呵 鑰匙嘛 那要出現啦 五十七小時 然後反而你們這種很特別 五十七 等於說早就出現嘛 那你就變成說 跟第二組一樣 你們要懂得如何去 辨識你的貴人 跟感謝他 跟運用 你們這個好運 好運的能量戰 那 嗯 如果你感覺身邊有 五十七小時內 就跟對方說個新年感謝 新年感謝 我說真的 那很重感情 很重感覺 新年感謝或是什麼 然後 有覺得可以幫忙到他的地方 他一定會銘記在心 五十七小時 五十七天內 不要 超過 你們這一組超過到五十七週 也就是一年後 這個貴人已經找別人了 因為他會覺得我何必 我明明就有 很多人可以提吧 我何必 對不對 他會是這個 這一個狀態 好 你看光愛的連結膩味 有貴人 但是有一種失望的感覺 這個人 我可以甚至講 你們一定出現 而且你們跟他有很多情感的糾葛 母親也會啊 你知道很多人跟媽媽 跟阿嬤很多情感糾葛 或是你的女朋友 你的老婆 你的女性主管 你的女性長輩朋友 你們情緒的張力一定有 所以你跟他一定不會不熟喔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一定不會不熟 因為不然熟的人 誰在跟你關愛的連結 對不對 好 少做 行動正位 少做 你們有火元素很強 你們的星盤當中一定有火元素 不管你今天是什麼星座 你星盤他是很多面相 可以去留意你們星盤當中的 火星跟牡羊座他有什麼樣的特質 火星跟牡羊座有什麼樣的特質 那比如說有些人他是牡羊精心 舉例的啦 精心在牡羊 或者說他是月亮牡羊 或是他就是火星在武功 或者是舉例 這個可能都會是你們的重點 所以 少做分出行動正位就是說 你要留意你的行動 要去整個去為大家去思考 而不是只有為你自己去思考 為大家去思考 它才會是一個更好的行動 以及說 也不要有一種 啊我就是要做啊 那種不去管他人的感受這樣子 好所以你如果可以去留意到這一點 就很棒 然後多做 包括我以前的寧靜正位 所以多做的部分 就是說 不要用 逃避問題的方法 比如說如果你跟這個人 是有情感上面的一些張力很多 情感上面的情緒上面的 一些狀態很多 其實我覺得趁這個過年 跟對方說個新年快樂 感謝他 然後如果你們真的有一點點心結 我覺得是可以縮開的 不要那麼害怕 然後縮開就反而好 你不縮開就放在心裡 因為這個 性情中人 你懂我意思嗎 他也有可能放久了放久了 他就自己那種就是 他就已經自己有一個要離開的計畫 然後一年後他就離開 好所以稍微要去把握一下 然後去掌握一下 然後也要知道說 你們的相處 就算現在和好了 未來也是會充滿很多情緒張力的 那他再多做 並不是說情緒張力不好 其實情緒不是一件壞事 可是你們要去掌握到說 這個情緒的使用如何 而不是讓他 來了沒有界限 或是說來了不會停止 或是說你一次一次都沒有進步 兩個人之間我覺得都是這樣 OK那我們來講 最後神譽卡的部分 這一組不錯 情感糾葛 對 這個情感不一定是愛情 你跟你媽也算 有時候會很多張力對不對 好傳播者下週 療癒者2月 來該寫文寫文 該發表意見 該發表意見 該創作啊 比如說你是作家 或是說你有寫作的想法 你喜歡拍影片 你喜歡做什麼 快去 就是不要有那一種 覺得啊我還不行 然後就在那邊 他看的是一個人的 潛力跟未來 療癒者 好然後這一組 因為有惡的能量很重 所以這一組 留意你們的牡羊跟水瓶的特質 可能牡羊水瓶特質很強烈 因為那惡的 他這邊 的牌 惡的能量也很重 牡羊跟水瓶的特質 你好好運用了嗎 還是你把它往 比較低配版 低能量版 其實使用了 OK 好 然後你們是很能夠去 有渲染力的 你們可以療癒身邊所有的人 包括貴人 所以多說好話 對你們是有幫助的優 好再來想像跟值得等待 當你夢想實現 你會看到 感覺到 想到和聽見什麼呢 然後也叫說你的耐心 得到回報 你的耐心將得到回報 想像 你要有想像力 就不要過度物質主義 因為人家是看你的未來 然後你在那邊 老氣很秋 你們知道老氣很秋嗎 就這個貴人看的是你的潛力 跟未來跟想像力 所以你只要脾氣好些 然後 有一些行動力跟想像力的 去做其實最好 所以你們可以發揮一點 雙魚的這種特質 海王星雙魚的特質 對你們是比較加分的 然後 值得等待 然後有點耐心 也不要急呼呼的 很急躁 不管太過自我 所以你們 其實 呃 你們的貴人 不管是聖輩皇后英格華茲 配上 非加恩所思跟教皇 我覺得都有一個特質就是 你不用在那邊 我要假裝我很聰明啊 我很會想啊 老氣很久 他都是 高你好幾個段位的人 那個 東西他早就想好了 他要的是你的 一些新的能量 創意想法 所以你不要 反其到在那邊 老氣很久 反而看了討厭 你知道看起來很討厭 OK 火雞 自信收穫 美好的未來 自信收穫美好的未來 火雞 很棒 然後這有一種家人的感覺 有可能是你的家人 或者是說 未來這個 人在 未來的藍圖創業當中都有你 很棒吧 如果你跟他關係是不錯的話 他是會把 他想要去提拔人 當作家人來照顧 是蠻好的 一個選項對不對 所以他聽起來很心動 嗯 你們要好好珍惜 所以他是又再一次嗎 瞧瞧我剛才有錯過 好那再來是 拜偶 拜偶剛才有 其實拜偶抖妹 酸梅湯啦 拜偶酸梅湯 趕走艷膩的生活 讓細胞 蘇醒 好 要有一種 喝一些清爽的 然後平衡自己的酸 酸鹼汁 好謝謝3號 3號的大家 火雞 自信 自信收穫 療癒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難欸 呵呵呵 中路就不是很妙 給我一個權杖 呵呵 不是很妙欸 歐瑟拉尼尾 不妙欸 不妙欸 感覺怪怪的 不是很喜歡 呵呵 好啦我們好好看完好了 來我們來看我們的東邊 有沒有貴人 東邊 應該有 可是你的貴人是冥王星等級 糗了 給你一個天蠍座的牌 聖杯柳正位 不過是正面喔 他其實是好牌 哈格拉茲 冥王星等級的喔 冥王星等級的貴人就是說 這個貴人不會讓你感覺很舒服 不是那種甜甜貴人 還有冥王星等級的喔 可能他對你要求其實很高 所以說你的貴人有可能是天蠍座 或天蠍屬心或冥王星的那種力量活躍 蛤那我自己都心中了冥王星 那我貴人還冥王星 我們是要怎麼樣 明明對決就對了 不過我其實是上身獅子 所以確實再來 明年冥王星要到我七公了 好像確實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能會有很多 冥王星貴人 他有時候會對你 講的是一個大實話 你不一定聽得很舒服 然後有時候他也會要求你做一些 很突破的很成長的事情 會直接冥王星貴人 他會直接碰觸你恐懼 你恐懼什麼他就要你做什麼 那有一種是他有意識的要你做 有一種是他也不一定是有意識 但是你們兩個遇見了 就會有很多冥王星事件 有時候是這樣子 所以是有貴人的 而且是大咖 很有錢喔 而且他跟你的財富是直接呈現懸殊 對這樣你們有沒有那麼開心 冥王星貴人 但是他跟你的財富跟社會地位 經濟地位懸殊 就等於說像我這樣子 我可能是個大明星喔 或大咖喔 很大喔 是 但是我剛才跟你講第三名就很大 可是第三名的大筆盧 第三名的大筆盧 第三名的大是怎麼大筆盧 他可能是你的教授主管老師 你的老闆 第三號 第三號三號 四號的話 他不只是這樣 他可能是你根本沒有想到你會接觸到的 然後大到不行 某一個天蠍座的你知道在講誰 小心小心 不要講出來 你有什麼 法律教授 我想跟你想不通 還是都是 都是對不對 法律教授 感覺很冥王星 我的學習 三公冥王星 學習的痛苦 法律的痛苦 對 所以是冥王星等級的 然後跟你在人生 資歷學歷背景 有極大的懸殊 是道懸殊 OK喔 知道齁 但是不輕鬆對不對 明明喔 明明 也是你的主 八九六十 謝謝啦 謝謝家 再加 加兩嗎 那是念兩嗎 八九六十 丟啦 我們要偶爾防大陰 尊重我 這沒有對錯 但是我不想要被搬 被搬開 搬開 搬彎 搬運了 沒有我已經搬 你不在搬彎我 我夠彎了 不想被搬啦好不好 防搬 防搬彎 防搬蜜嘛 八九六十 我影片有時候會念一下齁 體諒我一下 體諒我自己拍那麼辛苦 我不想被搬 好 真的 第一個東方 東方名字有東 名字有東 或者是 其實我剛才忘記講 我剛才講什麼 其實阿對齁 名字有東 或者是 他的命格是東 你知道嗎 有沒有命格說什麼東啊 什麼什麼屬性有沒有 這種也可以 OK啊 那種中式命令 很東 很東的人 或他東部人這樣子 之類的 嗯 大概這種類型 東很東的喔 可是感覺很強悍 或住東區東區的人 可能真的是住東區東區啊 我們在直 你真的 你一定不是 我貴人 你一定不是 你很煩 好我們在下一個 我們要下一個地方 好 然後 再來我們來看南邊的部分 南邊的部分 就是這樣 訊息 喔喔 好楊佩蓉 舉例給 你可以大膽一點 一龍馬斯克 對不對 或是你真的覺得 某一個很厲害的 反正 不同檔次啊 是差很多 上一個已經不錯 你們也是不同檔次 可是你還感覺 隱約觸及得到 這個是 你會嚇一跳 甚至你會有一種凝望性的感覺 欸 凝望性欸 南邊也有欸 南邊也有 可是他是黑暗系的 對啊 艾娃茲 你真的真的是冥王星等級的 貴人喔 東邊南邊都有 都大咖 大咖搶著要你 可是呢 也不是拍 好流流的喔 你要有點心理準備 剛才講黑幫老大也不可能 黑幫老大 然後有一個 我稍微要提醒 給第三組的 留意 你們貴人要慎選喔 你們的貴人運勢有鬥 可是也有不良貴人 所以他確實會給你錢跟機會 但是這個錢跟機會 好我就直接直白說 這錢是髒的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這個錢是有業力很重 壞業力 壞業力很重 是髒錢 所以留意一下帶髒錢的人進來 尤其在南方貴人 名字有男或他命格屬性 有男的這個能量在喔 稍微留意一下 這個有一點髒 或者是說 他其實幫你的原因也想睡你 還是你們很期待 想睡我其實我可以 不要我覺得不要 因為他悲三是黑暗面 所以我覺得這是有業力的 我不是什麼道德模的 我就是照牌講 如果這牌漂亮我就沒有這種擔心 是他有一點業力的存在 所以有些人也有會遇到那種乾爹娘 就修個爹地修個媽咪的那種屬性喔 就被包養了 我講直白一點 有些人有這個能量在 那我建議你選一下 然後有一些爛桃花 稍微留意一下 爛桃花 所以有人在講桃花貴人 剛才六在咕咕咕咕咕咕 嚇完桃花貴人 其實第三組有 可是他對我來講 能量是不穩定的 他有可能帶著一點 壞的能量 你懂嗎 就是急凶三半 OK 好喔 然後再來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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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沒有 好我們就講有的 因為宇宙特別提醒我 講有的就好 沒有 西方完全沒有 西方完全沒有 這邊有機會 他叫我講有的就好 你看宇宙他就是怕我太累 所以他都有提示我 這邊有 你們貴人多 目前你們最多 可是他這種多貴人的人也要留意 這代表說 好我跟你們講一個概念好不好 代表你們在走亡運 他說亡運那為什麼好有壞貴人 不是啊 因為你香啊 你們懂一個概念 一個很香的東西 當然好壞都會有 所以你們一定要懂得辨識 不然會很可惜 很多人就是敗在這邊 就他的運之愛再好 但他就沒有辨識能力 太容易被誘惑 明明一個好的開局被弄壞 所以挑選一下 了解一下對方的來意 了解一下對方的來意 如果他要你做的東西是 很困難有挑戰 但利益良好 沒問題 這個可以做 可是他如果有些貴人帶給你 是聽起來好像有鑽頭 可是這種錢就是不乾不淨 我覺得不要做 或是說他要靠睡 或是說他要你幫他安排一些 一些比較背地裡的東西 我覺得都不好 所以分一下 你們貴人很多 所以正在旺 然後再來是 北方 北方也有 北方也有 你看 這個蠻好的 保健國王 然後 梅娜茲 政委 有啦 實力相當 北方 我覺得你的貴人 有 但不管是哪一種能量 他都是很 很強悍的 保健國王很強悍的 所以 北方 或是名字有北 名字有北 或他命格屬性很有北的感覺 北方北邊北部 北方 所以 他也很有可能是那一種 很有 很能夠表達的 很有力量 對 然後你們會 也有可能他是跟 設計 老師 作家 這一種屬性 也有關的 好 我們來繼續看 第四組 這是第四組 有時候會講錯 反正小編上面有打 你們看畫面比較準 好不好 特助 特助有 來 鸚鵡 但你的貴人有一個屬性 不管是 你們 我們剛才講 你有東邊南邊北邊 那比較機會南邊 東北的不錯 東 東邊北邊不錯 對 可是東北還好 東北又還好 是東 正東正北比較好 東北還怪怪的 正東正北 然後他們有一個共同屬性 尤其正東的話 跟你的 那個 階級 是差的最明顯 那北邊的話 也不錯 反正我覺得 我的想法是 只要他不會讓你 壞的地方去 都沒問題 南邊稍微留意一下 然後我要講的是說 他真的要鸚鵡 快樂 歡樂有趣連結 所以 一定跟你很有話聊 然後他一定 他有一個屬性 他一定很喜歡跟你聊天 跟你聊天 聽你講話 他光聽你講話 就很喜歡 然後他跟你合 他是很有可能是 你們有可能是 從聊天當朋友 聊得來 他覺得 爽啊 呵呵 我要跟你一起合作或什麼 不論好的壞 也可能都有這個屬性 壞的也一樣 他覺得跟你聊天很爽 然後他就覺得 我可以 我可以給你支援 好 他這個屬性是這樣子 可是他在工作的時候 可能是另外一個樣子 工作的時候 他就很有 很強悍 很強勢 那我沒有覺得不好 只要這方向對 應該沒有問題 尤其我剛才講 東邊的 北邊的都是不錯的 好 這還是 長髮公主 長髮公主 對啊 他感覺會幫助你 從你現在 的世界當中 直接跳到另外一個境界 所以我跟你講 他是 你最好的貴人 是東邊第一名 北邊第二名 東邊最好 所以有可能 你同時兩個都出現 那 也可以兩個都存在 有沒有 對啊 所以 是最好的 然後他會 給你一個 你拿到他資源之後 是完全不同世界的 不同檔次 真的是不同檔次 對可能 你嚇一跳 你嚇一跳那種 所以是這樣 他拯救你 可是我這樣講 拯救不是說你本來很差 是說 你覺得你已經夠好 但是他看你還是在他裡面 你覺得你夠好 但他覺得你是 你還被限制住 他覺得你幹嘛 對 然後就把你 打破你的很多 局限 你的想法這樣子 好嗎 感覺很美麗 很期待對不對 我看一下 嗯 六六 老朋友厲害齋啊 你說第四組 東邊的貴人 第一組說東邊貴人走 那你就要以 主 不是周全主婦嗎 主為主啊 都一樣啊 就以主 你的主是誰 好 舉個例子 比如說你 我要帶你們再練習一下 比如說你的主是4 負是1 就是說你主邊 你的東邊有貴人 但1 小心快走了 你們要自己去Balance 那如果你今天是 主1 然後負4 那就是 有一個很強的貴人 但是已經走 然而 呵呵 知道這我的意思嗎 這個雙 選項的好處在這 要稍微 融合一下 那所以才說要選主婦 我就很介意 很一直強調一定要選主婦 OK 好嗎 好 移走 可是 我跟你講一個概念 雖然說你是主1 負4 那就是應該是移走 但是畢竟4還是負 我覺得你還是有能力再吸引來 可是你要記取這當中的教訓 這個可惜的感覺 蛤 移走 比如佩龍 他走了咧 或是所有移 主1負4 你們這時候在那邊 蛤 沒有移 而不如想 剛剛1 為什麼走 有印象嗎 覺得你們沒有力量沒有勇氣 然後這一組是不是 明王星等級的貴人 所以我跟你講 我對我的占卜是很有信心 他 只要你真心去選出主己 腹肌他都有關聯性 他喜歡有力量的人 我就跟你講說他是很有力量的人 他就是要把你推出去 他就是你超棒 你在那邊縮縮 算了 看他就在那邊笑 你怎麼會走啊 不走 才奇怪 所以 那就是說 你選到事他還是有希望的 就代表還會有別人 可是你要這一次你要真正的 痛定思痛 去把自己 一個長久以來的恐懼的東西 去突破看看 OK 好 跟你們這樣練一下 大概懂我的意思 我們來看一下場景 可以嗎 場景新年快樂大家 嗯 對啦 正東 正東 柯正東 柯正東 柯正東可能可以是你們貴人 他名字 就叫東 然後正也是跟東有關 很東 正這個字就是跟東有關 然後大約叫正東 所以他命一定很缺這個東西 好喔 然後再來是糾結 然後看一下場景糾結 啊這浪桃花小心 哈哈哈哈 而且他在主要位置喔 主要位置喔 我不建議去那個 我不建議去 去 比如說 你當別人第三者 或是別人當你第三者 你知道為什麼 我的屬性就是這樣 我沒有要批翻 但排爛 那就代表 你要還 不好 你還不來 所以 留意一下這一種 爛桃花屬性的 貴的 我覺得他要提示你 南邊 OK 然後 或者是說 你也可以跟他講清楚 你就是沒有要跟他談戀愛 他還願意幫助你 其實有時候可以講清楚 如果願意的話就OK 那他就是桃花櫃 他就是真的喜歡你 那他覺得 反正他也是想要投資的 那 投資一個自己喜歡的人 還是比 自己不喜歡的人好 所以我覺得可以講清楚 OK 然後 然後 然後也不要讓自己 讓別人當你的第三者 就比如說你有對象 然後這大貴人出現 然後你腳踏兩條船 這個我是不適合的 因為我就是以牌為主 這是黑暗杯衣衫加艾瓦茲 這個業力很重 請千萬不要 不管你是哪一種方式 你介入別人 別人介入你 然後你想說 我兩邊 天哪 後宮後 你真的會志工 如玉後宮 必先志工 哈哈哈哈 你會得不償失啦 好不好 然後再來支持 支持 不錯他是 很願意去 感覺是 我想要想支持 支持 這個人喔 他其實 可能你也好跟他也好 你們都 很有可能 各自都很有支持者 當然我覺得他的檔次 應該是比你好很多 但你也是有自己的 一個狀態的 然後以及 爽朗一點 我覺得這一組有一種要爽朗的感覺 就是不要 毛線球 這樣子 爽朗一點 因為他剛才不是有鸚鵡嗎 你們要記得你們的關係是建立的 他跟你聊天覺得很爽 所以你們聊天這樣 那就不會腫 OK 又是這個胖女孩又來了 剛才有沒有講義士族 你們的關鍵會是罪障 只是說字符筒 這邊寫客服 有看到嗎 這個胖喔 你們不一定真的胖 有些人是真的胖 都好 無所謂 他為什麼內心的不自行 內心覺得自己不完美 其實在占星裡面 冥王心也是這樣 冥王心也是覺得自己不夠好 也是這種類型 那你反而不要覺得自己不夠好 而是天啊我這個缺點 超讚 我還是強烈建議去看街頭皮子 我知道有很多電影可能也有 但我覺得這部表現最好 就裡面阿姆最後去嗆那個 最後那個他 背頭那一段 對他就是把他的缺點直接秀出來 反而沒有缺點的 或者是說 我把我的缺點秀出來 我不用花很多能量 在防守這件事情 我是更有力量的 更完整 所以你們這一組 你們的貴人是冥王心登基 你也很有可能是冥王心登基 他很有可能是 冥王心很活躍 或者是八公 在心斑當中八公很活躍 天蝎 處女也要考慮 因為其實冥王心在處女是強勢位 我們在討論這個時候 其實我是會連強勢位 都考慮進去的 對 所以也很有可能是處女座 屬性 或是他就是一個天蝎處女的重的人 呵呵 好的 東方快吃了 快吃了 我看 什麼 對 這一張 你們就要學習這個力量 就我充滿了自信 對不對 好 時間我們來參考 這是目前最快的 38 38數字 而且一個帽子是跟貴人有關的對不對 然後 加深 加官進訣 他有機會讓你瞬間大量 超越階級被看見 所以我跟你講他跟你的地位差很多 他跟你地位差很多 等於他 一樣有富貴 而且他有 硬實力軟實力都有 OK 麵包 給你麵包 好像有錢的感覺 我們來看時間要講 喔 紅酒 感覺都 那你們要多參加聚會了 你不參加聚會請問 請我問 比如 你的貴人 來最近誰 很有錢很紅 大家感覺不錯 找一個形象好一點 你不要找形象很爛 他們不會心動 公立史達克 為什麼 台灣好不好 你要讓他們有那種 或是亞洲 很熟悉 的感覺 沒有 沒有 我們怎麼會這麼的貧乏 我們的想像力 怎麼那麼糟 比如說他就很有錢 然後他形象也 就是他蠻強悍有力量的 然後他致命度也不錯 然後比如說他 他要成為你的大貴人 他要幫助你 無條件 唯一有條件你就要克服恐懼 然後他會把你當自己的 因為冥王心也跟親密有關 冥王心也是很親密的 那 快點幫我想一個人 我想要舉個例子 好周杰倫 比如說今天周杰倫突然 那 婚姻很穩定了 小孩大阿無聊 喔 我突然有些靈感 可是我最近靈感的歌 不是我自己唱 是寫給 年輕人唱的歌 舉例啦 舉例好不好 那 我問你 你在家裡是 周杰倫是會來的 你要出去啊 比如說你要 你有沒有需要去參加比賽 參加選秀 或是參加聚會 那聚會要去 你都不出門 你沒辦法 沒辦法 他不會來 這麼大咖 他怎樣 就是電視劇 然後突然 你們去Seven 然後他突然什麼 那個看好玩的可以 那實際不會發生 所以你要 去往那個方向 去想 往那個方向前進 好吧 五月天 五月天 對 你想一下 你懂我意思嗎 那你怎麼去 麻雀騙鳳凰 好你們看過 麻雀騙鳳凰這部電影 Pretty Woman 超開知 麻雀騙鳳凰在講一個應召女郎 遇到理察基兒故事 但她好歹要出去接課 我講一句就很粗魯的 好歹要化妝 要打扮 也漂亮 等一下有出去接課 你都在家裡 你怎麼會有理察基兒 你不會有理察基兒 好不好 知道我在講什麼對不對 嗯 對啊 活到四十集 最近活到四十集 沒看過你的演出 所以你要出去嘛 對不對 懂那個感覺 貓咪啦 貓咪給貓咪 來看一下你們時間 時間 三十八 應該不慢喔 你們要的話好像蠻快的喔 三十八 有三十八天那麼屌 三十八天有機會 如果你們能量最強 閒話能力最強者 這個我不敢講百分百 一定是選擇 四號組裡面 較少數的 超強閒話者 有機會三十八天 超越奇蹟 厲害喔 厲害喔 有機會喔 好 三十八週為最常見的數字 三十八週多久 三十八週是最常見的 連三十八個月都有機會 你們這一組就怕你們不努力 三十八天三十八週三十八個月 都有機會 都有機會 三月八號有機會 真的啦 喔有 他說就不要再久了 他說不要超過三年了 還有一個跟你講一個屬性 八 等我 現在幾年 好 他跟你說 很恐怖喔 要講嗎 你就說要講 因為有些人說我講很實際的建議 有些人會開 所以我講的建議好恐怖喔 怕會實現 怕什麼 那你為什麼都不相信好的 只相信壞的 不要甩過我的身上 這是你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我講好的你不信 壞的你不要信 怪誰 怪誰 好啦 跟你們講喔 你們的話是 三十八天 三十八個月 三十八週都有機會 然後每年的 可能三月八號 都是一個轉運期 三月八號 或是三月份到八月份 都是對你們來講 最棒的 時機點 但是 二零二八 以前你沒有一次機會 把握住 沒機會 然後他說你會遺憾到死 遺憾到死 抱憾終身 然後你下一次的起跳更糟 不會比較好 會更糟 不會比較好喔 很多人說 那我下輩子就可以 我跟你講 我不怕有下輩子 你就要有下輩子 你這一次也要幫自己 累積多一點 好的挑戰經驗值 那你下輩子 也要是好起跳 你下輩子起跳很差 然後直接嚇你 二零二八喔 你看你還要拖多久 時間足夠 你這樣也要做過 真的 我拒絕你們的情惹 有些人會情惹我 他就是 他就是覺得我占卜 講到那個時間點 他沒做到 他就開始衰 然後怪我 然後你知道我以前 會因為這個我內疚 你知道我二零二零 二一的乳房 惡性蟲就是這個 這種類型也會情惹我 你講得很恐怖 我覺得會發生 你不可以這樣講 殺小點 然後我也自責 我覺得我應該要只講好話 不對 我也講很多好話 我講好話講超多 你專門聽壞話 別想甩鍋這樣子 好不好 2028真的 38一點 對 瞧瞧你 你get的到 38一點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喔 2028你還沒 我不認識你 我直接甩鍋 我不認識你 好 握著愛心的男人逆位 好我這邊有一個重要訊息 要跟你們講 你們這一組人有一小部分 你們不是全部 你們在一段關係當中 然後你們對你們另一半 使之無謂 去之可行 有沒有人是這樣 看著我的雙翼 我要當行走的冥王星 我要告訴你們一件事情 你們不能騎著驢 又希望馬回來 因為你的等級 你吸引來的不是馬 他是暴力 他不能忍受有人騎著驢子 所以你冥王星是你們的重點 意思就是 你要相信自己 這個人 你實至無謂棄之可行 好好跟他談分手 你人生就會打開 因為已經好幾張這個訊息了 我只有一張我不會覺得 為什麼 因為這邊出了 握著愛心的男人逆位 不要騎綠招 不要找一個飯票 可是他有支援我租屋的地方 你怎麼會這麼看不起自己 你自己想辦法去租屋子 不要這麼看不起自己 然後在一個不怎麼樣的關係當中 那你這個運就不會老 如果是來了你也很尷尬 因為你一個關係卡在那邊 你進也不是退也不是 然後你後面偷偷 你想說我不能兩邊嗎 你會有業力 因為我剛才講的 這一組不要這麼做 這一組你們可以超豐盛 但是你們要留意 你們的步伐就是清晰明快穩定 你們的成功是不得了的 OK 好嗎 我剛才講的 是少部分有對象 因為單身的也有很多 我知道 每一組都會有單身 牡丹處處有 牡丹花到處開 我知道 牡丹要說 我現在講的是 有一部分有些人在那邊 看著我眼睛 十肢無畏氣之可行 不許這麼做 抓住好不好 不喜歡的關係就突破吧 就是 好好跟牠談分手 我覺得這樣更好對不對 少做旅程正位 旅程正位 我覺得是有一種 需要 因為牠是在負面位置 所以我認為牠是 有一種 覺得說我可能自己 可能要有人為我指引 我才要走 可以再給我明確一點嗎 沒有了 又沒有了 沒有了沒有明確 已經夠明確了 你現在身邊有沒有不良的關係 或是不糟糕的朋友 能量吸血鬼 不健康的友誼 不健康的工作 把它結束掉 結束掉你才有機會 這一組就是這樣 因為你的能量是很冥王星的 你的成功就是這種等級 那這種最機會那一種 模糊 那當然是海王星在做的事 海王星最討厭這種東西 那你模糊啊 就會給你很多眼 或是說 你該更了解自己 你該面對自己的真實 打開眼睛去 就棒喔 而且這個是超成功 是你想到的 想得到的檔次 好不好 好 無限可能逆位 這個是多做 無限可能逆位 我跟你說 他要跟你講的是 不是你的機會就放掉 包括愛情 包括什麼 我剛才講 有些人帶著髒的錢進來 帶著不是那麼清晰的 某種合約來就不要 你有貴人 你有能力 所以你不用去 虛以為意 這件事情 好好表達你的想法就可以了 好 有有這個人 他真的會幫你救出這個塔 我覺得這個很明確 我給你看這兩張 你們看 東方貴人 有沒有 這個是那個長髮公主 你看這一張 你看 一個美人魚 然後是不是有一個人要救他 所以我才講說 你們在階級上有直接落差 你們甚至是 你根本不覺得你這一輩子會認識他 對 大概是這樣子 好 再來 保護百度人 保護百度人 九個月 現在 多多的去留意自己的思維的想法 你們有一些人 這也是一部分 不是全部 有一部分人太喜歡跟負能量接觸 包括看太多負面的作品 我理解有時候真的看一些恐怖的東西不錯 但你們要抓一下比例 你們要感覺我看了恐怖片或是很殘虐的東西之後 你 你是屬於 我跟你講你們這一組是屬於 看完一個恐怖 虐殺 黑暗 社會黑暗 的時候要實施 我現在能量是好的 好像有點怪 就要停看一波的 因為你們有一個陰性的 那個 你們冥王性能量很重 冥王性跟冥福有關 所以你們的能量就會 很容易一腳踩在天堂 一腳踩在地獄 所以你要留意你自己的能量 我不會說你不能看一些恐怖片 可是你能量檢測 可能是兩個禮拜就要檢測 現在最近這一波 像我有時候是有一波很想看恐怖片 但有時候這一波覺得怪怪的 我說不行 最近先布了 先布了恐怖虐殺推理 黑暗 社會黑暗暴力 NO 先等一下 晚一點 所以有時候我也會看 有些片其實我感覺很好看 但是我覺得我可能會難過 他不一定是恐怖片 比如像那種什麼 什麼八尺門的辯護人那種片 我沒有在第一時間看 因為我知道我的個性 我一定會很難過 那種移工問題啊 我覺得好可憐 我一定會這麼覺得 所以我就想說 好我覺得我最近狀態可能 要等一個月後再看 我就是會等那個時間點 比較適合再去看 好嗎你們要留意喔 你們會常常有這個狀態 然後不要太常去黑 很暗的能量不好的地方 你們居住環境也要留意你們的光線明亮 要有太陽曬的進來 不要住那種陰暗潮濕的地方 因為你們先天的屬性 就是一腳踩在天堂 一腳踩在地獄 這沒有好或不好 這是我們人的屬性 所以如果你今天浪 自己都在一些陰暗的地方 對你們都是不好 OK 那也少去做一些暗的東西 或是那種奇奇怪怪那種 能量很低的人 誰在你身邊晃來晃去 你看 你不要擔心說我沒朋友 我跟你講 壞朋友比沒朋友還糟 對不對 好迎新送舊有始有終 你很快就會明白 這個改變會讓事情變得更好 你開始的重要事情 然後第二個有始有終 開始的重要事情 現在是完成它的時候 迎新送舊 我剛才的冥王心裡 有些東西就是錯的 就或是說已經不適合你 也不要講錯 就該斷舍離就斷舍離 然後很多東西也該堅持到底 如果這是你真心要做的事情 你就不要懷疑了 有絕對的勇氣 去克服自己內心的黑暗 其實很多的黑暗 不是只有外界 我發現更大的黑暗是來自我們自身 就是外界當然 我並沒有說這個世界是溫柔友善的 我沒有這樣想 可是有時候我們內心的能量 又會讓這個世界更糟糕 所以留意一下 我們至少自己的能量要掌握住 好嗎 好 講完了 那就是4號組的訊息 恭喜4號組 該恭喜嗎 有一個明確的年限 應該可以恭喜吧 其實2028很足夠 你覺得夠嗎 2028不夠 真的希望 現在才2023 2023末 4 5 6 7 8 拜託 還有五年 真的 還有五年 稍微這樣子 八尺門 我就會 我八尺門是隔一個多月才會看 我要看 但是我知道 我當下的能量不是太好 而且我那時候還在上課期 我不想影響學生 那我就會說 我就跟特殊說 我們晚一兩個月再看 對 是這樣子 嗯 可以的話 對啦 可以的話 我不是說 你完全都不能晚上出門 但是 確實你不要變夜貓子 好 這一組很機會做大夜班 或那種陰暗的小套房 地下室 潮濕的 髒髒的廁所 潮濕的 那種 很機會喔 那種廚師啊 什麼的 然後不要睡太晚 不要睡超過中午 最好 可以的話更早 早一點起來 不行 最晚十點吧 不要當夜貓子 我這一組很忌諱 當夜貓子 你們就會一直被負面的 運勢 然後還 有時候還會彈頭 要說自己命苦 不是 我知道我們人有命 我怎麼會不知道 我以前就是 你知道嗎 我不想再講 我自己在裝可憐 我只能跟你講我懂 可是我覺得 有時候會有個狀況 就是 有時候我們人很好笑 就是我們已經在命苦 我們會做了更多的決定 讓自己命更苦 是怎樣 是怎樣對不對 所以就是這樣子 好 聖母宇宙不錯喔 五號 蝴蝶 蛻變發展新週期 感覺不錯對不對 嗯 唉唷 這張很特別喔 好我們先來看中路 中路喔 中路喔 不是中初 中路 中路得到 拳杖三 背面喔 拳杖三背面 然後魯恩是蓋伯 這一組有一個問題 很多人想跟你合作 無論他是貴人 或你是他的貴人 我覺得都有 或是說你們就是單純的 平街的合作者 但是你們有 難以跟別人合作的問題 你們是不是很難跟別人合作 這個會是你們極大的困境 那 可能要加油 因為再來冥王星 要盡水平了 這是跟眾人人群有關 當然有些星座會更明顯 像我是上升獅子 他是好氣功 我根本逃不過 可是我還是強調 他 所有這一種世代行星 都跟所有人有關 然後 應該說其實也不一定世代 反正所有行星都有關 那世代行星又更不用 這種大行星 隨便是眾人 沒有人真的 可以自身思慰 所以我不用跟人接觸 你想太多了 未來不可能 而且我不是都已經講N百次 這個我從兩年前 就一直在提示大家 你在未來你是素人都會被沿上 你有沒有覺得這兩年 就有這個感覺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你是素人 你開個餐廳都會被沿上 你開個小食店都會被沿上 你自己自己無聊 你把這個Facebook沒什麼人看 才三百多人看 然後你發了一個很奇怪的文 你都有可能被沿上 所以根本是逃不過 那既然是逃不過 我們為什麼不去 學習去怎麼去使用 讓我們得到更多豐盛的 對 你逃也逃不過啊 你怎麼可能逃得過這個 宇宙要我們學習的東西 那當然我是獅子 就更明顯 就是他最小氣功 最小對面 就更明顯了 根本沒辦法 所以這一組有 合作困難症 你們他有個性 還是怎麼樣 毛很多 是不是有這種類型 毛多的人 怎麼樣 誰 為什麼想 你在笑哪一個吧 對 點很多 好我跟你講你們也是有東方貴人 欸 今天東方貴人有三族 所以東這個字還是不錯 東 成 因為成是大姓也是 很容易中 東 成 東邊 東方 東東東 欸真的欸 東方 五族裡面有三族 不過他的風格還是比較不一樣 這是藝術 好藝術 蛤 台東或是台北的東區也算喔 或者是那個人的地址有東 你們要廣泛的去看名字有東 地址有東 必東不算 要真的是那個東 忠孝東路 動力火車 東 硬要 對硬要 拉格斯 OK 這個人 第五組你們的東東 有一個特質 他很有可能是 要嘛他就是做身心靈 要嘛就是 他因為這有幾種可能 他做身心靈 或是你 你做身心靈吸引他 都有可能 然後他有可能是 老師 做身心靈的 這種類型 作家 作家也有可能喔 作家 或是文化藝術工作者 文化藝術工作者 也是的 也有人是外國人 真的到怎麼 東歐 或是說你的居住地的東邊的國家 真的有外國人 頭好暈 為什麼那麼暈 你們在做外國人的能量 龍年 啊對 對 對啦 忘記對 難怪東欸 厲害 汪東正 羅東 屏東 可以啊 我沒有說不可以啊 名聲東路 東城衛 汪東正 新東陽 我要去新東陽上班 東岸 頭那麼暈 對 暈了 好 然後再來 還有沒有別的 沒了沒了沒了 國外的有可能 或者是比較 寒冷的地方 有寒冷的能量 OK 比較寒冷的地方 東南亞 開始大家在東的系列 東的創作 開始東的創作 東大門 你們不可以開啟我那種無聊的人 之前不是有那個非常律師余英語 你們有看過嗎 他都講什麼黑痴黑多人多 什麼 蝶字 欸我那天真的很誇張 我就一直在找各種蝶字 然後特助一下就放棄 我就好無聊 我找出超多蝶字 這種 這種多倫多 黑痴黑 對不對 東京 東京 東京甩尾 海外 對 好然後再來 還有喔 不錯喔 東南方也有 不錯喔 兩個位置出現囉 東南方 所謂羅 當然太陽是背面 比較微微陰暗一點點太陽 但是這卻 蘆溫又給你一顆太陽 很妙 東南方其實也有 但我想想 其實東南方的貴人有一個屬性 比較不一樣 他可能會是 會是 有一點 任性 或者年齡比你輕 欸 這一組可能有年齡比你輕喔 這一組的貴人年齡可能比你輕 所以你會嚇一跳 啊怎麼年齡比你輕 怎麼會這樣子 好年齡比你輕的貴人 然後東南 然後 好 你這個東南貴人 他有可能年齡比你輕 那他有一個屬性 他很有可能 力求突破 就等於說 他是你的貴人 他其實也有可能 他也面臨了 人生一個瓶頸 當然在很多人眼中 他還是很 可能很賺錢 很有名 可他也有可能 也面臨到了 人生要突破的時候 所以你們就會有這個能量 好 好 然後我來看 可是這個感覺很韌性 東南的這個人 所以又會加強一開始 難以合作這個問題 就你自己跟對方 都這個屬性 很自我 我來看一下這個是 這個是 南方 你都有那種陰暗型的 貴人 有點陰暗的味道 你的貴人 有啦有 但都個性怪怪的 這 權杖 權杖騎士正位 個性怪怪的 呵呵 我想一想喔 飛虎 有點怪 有貴人 南方有 但是這個人 有點急功近利 我覺得南方也沒有那麼有利 有喔 可是他很急功近利 他給你的東西 他不是壞的 他不是壞的 可是他很急躁 然後他就覺得說 哎呦快事伏為什麼不 而他不會去長久幫你規劃 或他對自己也沒有這樣的規劃 所以我覺得有 南方有 好啦還是有別的位置 我覺得目前 東方不錯 再來一個 然後東南還可以 然後再來這個是 那個西南方 好的 好的喔 力量 然後正面 力量 萊多 欸不錯 萊多也是正位 所以 西南方貴人 你們的貴人 很有可能是火象星座 能量比較重一點 當然這個 能量是廣義的 太陽又要上升全新 然後公圍之類的 然後 我想一想 西南方 這邊也有萊多 所以我認為也有 還是有海外的感覺 我覺得更 更強調了海外的機會 或者是 他不一定是外國人 但他有 海外的資源也算對不對 或是說他語文能力特別好 因為東跟這個 東跟西南都有這個味道 海外能力特別好 然後年齡可能比你輕喔 我覺得這個訊息已經很明顯了 很多張牌年齡比你輕 然後有些人可能是知名人物 或是藝術工作者 藝術工作者 教育的也有 教育藝術工作者 還有西方 為什麼這一波西方都 沒有 真的有點 西方目前沒出現對不對 對不對 東方最多 西方這一波 好啦確實因為再來就是那個啊 九子梨 梨韻確實就是往 往南方啊 然後西方就是 確實位置就比較 沒錯啦好像也是這樣子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再來瞧瞧 他有沒有別的 有一個是代開發 未來有機會顯現 但應該不是 不會是2024 他有給你提告 給你一個coming soon 可能會是2025啊 2026 2026吧 2026應該比較有機會 對 2026 兩三年後 然後 這是圓排一正面排 不是正位正面 然後這個是蘇里沙斯 所以 所以可能會是 可能會是 2022 202 兩三年後 反正就 2025 2026 2027之間 會有 一個貴人 也是滿好的 也是比較有力量 但那是比較未來 沒關係 好我們現在要2024 所以東方 以及 西南方 都滿好的 OK 不錯啊 我覺得聽得滿好的 至少都有 藝術工作者 東北 端 對啊 滿好的 好 我們要 我先抽一個 這是 WENWEN 應該是WENWEN吧 WENWEN 是嗎 現在抖內 我先抽一張 才不會忘記 這個是 米粉 WENWEN 米粉 雜亂無章的脈絡下 試著緩慢下來 也許能夠 釐清 頭緒 好 我們要繼續解 一些其他的 相關的訓誌 我們看一下其他的 你看這一張 蝴蝶 蛻變發展 新週期 我覺得這個人是 外型可能長得也不錯 因為他有很多 獅子 或者說他重視外表 重視外表 然後射手 喜歡運動 重視外表 重視外型的能量 對 然後 然後這個人力求突破 是真的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是魔藏指引者 魔藏指引者 他也有可能是一個 對孩童 孩童 教育 議題 有關注 又或者是音樂家 音樂家 然後可能有點天真 我跟你講 他的 有幾個 他的獅子水平的對分很強 有一點天王星 太陽 這種能量 有一點天王星的能量 然後 可能很會跳舞 然後朋友很多 年齡可能比你輕 又或者是說 他最好年齡比你大 也是一個很天王星的人 老歸老 老歸老 但就很年輕 然後很強 美鳳姐 哈哈哈哈 前陣子美鳳姐 哇 好厲害喔 哇 好強喔 美鳳姐 就很年輕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就這樣子 不錯齁 好 然後我們再來看到 其他環境藝術 徹底 喔 這個人很孩子氣 有點天王星的 是藝術工作 我跟你講 他就算不是藝術工作者 他也熱愛藝術 他就像是一個商人 你會發現他生活有點品味 穿著會重視 一個打扮 一個感覺 有點品味的人 喜歡聊一些 各種各樣的話題 有一點文人雅士的味道 我說真的啦 真的 然後應該會重視外表 然後我會重視外表 然後 但是他喜歡 你們的狀態 一定是你徹底的 可以 對自己溫柔 這個重點不是恐懼 恐懼是前面幾組的 這一組是對自己溫柔 然後 剛剛不是講你們這一組合作障礙症嗎 合作障礙 你可以徹底的聆聽別人在講什麼的時候 貴人 你就會發現那件貴人就出現了 慢下來 然後 擁抱自己的內在 你很了解自己的內在 你知道怎樣自己是 最溫柔最漂亮的 那個不是沒有自信的感覺 你知道有一種很有自信 他很先手 他也可以低調 可是他還是很漂亮 你知道那種味道嗎 然後他有聆聽的能力 就等於說 我跟你講你們這一組 不管你們外表看起來多麼 多麼像傳離驚的樣子 很蹦蹦跳跳 我超喜歡傳離驚的 不論你們是怎麼樣蹦蹦跳跳的人 這是你們的面向之一 我沒有否定這個面向 我們人本來就很多面 可是你們一定有一面 很少發覺的 你們其實有那種靜下來 靜下來 靜下來 很美 很有力量的感覺 所以你們要跟自己內在很 很靠近 這個時候這個貴人的感覺就出現了 你就會合作得很順 你就會合作得很順 然後你們會很親密 很信任 這樣子 好嗎 要搭例外表 因為對方也是care 對啊 要搭例外表 你們能量才會搭 我憑良心講 能量會搭 嗯 我在講的那樣 大家並不是在討論數字的東西 我舉一個例子 像我有些客戶 他會 突然他就遇到了 所謂比較 對他而言 位階比較高的大咖 來跟他合作 那他說可不可以合作 我們當然就會抽牌 我說可以喔 可是都會有一個建議 就是說 那你自己 你不用 比如說對方是一個 我只是舉 比如說是一個 百萬千萬流量的人 那你說你只有一萬流量 你就要很自卑嗎 不是不是 我今天在跟你們講 能量對等 不是用數字這麼俗氣的 可是我要強調的是 如果對方是千萬流量 你是一萬流量 我沒有覺得不能交朋友 可是你是一萬流量的時候 你是一種很沒自信 那你也不會為自己輸出 比如說 你知道有一些人 他就是會覺得 雖然你只有一萬流量 但是 他覺得你仍然在堅持 做自己 為自己發聲 為某些族群發聲 哪怕你只有一萬流量 他也覺得你 很有風骨 因為他知道說你講的東西 他是一個比較小眾 可是他跟那種 這一萬流量 算的 要做不做 或甚至 有些人講一萬已經算科技 有些人甚至還沒開始 我有遇過一些客戶 他根本就還沒開始 他居然被 有點名氣人 向重 這個不容易對不對 那我就說 那你就開始也要這樣的輸出 因為他就欣賞你的某種 個性 那你如果一直都是沒有自信 你也沒有去 輸出 你就會很困難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講 能量的匹配 而不是指數值 好 那這邊出了期待 期待 又有貓咪了 一個女生跟一個貓咪 貓咪 期待 對 你們有 好啦 我覺得這一組 是不是地位也有點差 我來確認一下 是不是也有一點地位的差異 為什麼 還是是反過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並不想要像第四組那樣講 我的感覺不一樣 好 我跟你講 這一組很有可能會是說 對方 他可能是你的貴人 他地位也是高你很多 但是他意外的脆弱敏感 然後 他其實 不容易信任的 所以他一旦信任就會非常 非常信任 然後他 可能他的潛意識裡面 就說不上來 他就覺得你可能也會帶給他一些 新的思維跟改變 所以 總而言之你要去聆聽 你要相信自己的意見值得被重視 但你不用變成那種很 很彰顯很激進 那是不一樣的能量 可是你可以好好表達你的內心的感覺 你可以好好聆聽 好好聽對方說話 我覺得你們彼此會有一種 互相扶持 別人看你們不對等 可是其實你們很對等 你懂我在表達什麼 就是說 比如說你們是一百萬流量 一千萬流量 一萬流量 可是你提供他的東西 一些價值 但是別人不會知道 大概是這樣子 好 所以要了解自己 聆聽 OK 然後再來當下 一些排卡會重複出現 一個人幾人的畫面 然後出現當下 對 我覺得你們相遇到的地方 也很有可能會是 我看看喔 我跟你說 你們這一組就是展現你們的獅子 水平 太陽跟天王星這種能量 你們有一點天王星能量最好 比如說你們要經濟到一個很高級的地方 當然你不用故意出俗 當然那是故意的喔 我說的是你就靜靜的 做你自己 是真的做自己 那種天王星的感覺 不是說我硬要怪 那是一個不好的天王星 而是 我就是做我自己 我不怕怪 我不怕獨一無二 然後你一個人靜靜的坐著 然後你自然就會散發那個氣場 然後就很奇怪 就是很惹人注意 即使你 不一定是一個特別 好像社會上有名 你坐在一個地方 你就會被人為主 你們這一組有沒有人有這個能力 就你坐在一個地方 莫名被人為主 我好不好意思的跟你們說 我有 有吧 應該不是這一組就我扛吧 沒這種事吧 有吧 應該別人有吧 家姐 小版本也可以 小版本也可以 你說 就是 就是很奇怪 就是我可能不是特別有名 然後去的地方 也都滿滿大咖 然後我就 就坐在那邊 發個胎 結果一直有人要跟我講話 而且我跟你講說 我在路上一直有人要跟我問 可能我就趕過 我那個風向特質很強 然後有些 我不是講過我們 有些 風水的同業 他拿一個羅盤走下去 都沒有人要問他 穿著西裝 沒有人要理他 那我其實就是穿一個T恤 因為你知道我平常就很懶又胖 就穿一個T恤 就穿了 有夠路人 然後就那個花 弄一個羅盤 然後開始看方位 結果一直有人要問我 小姐你是看風水的嗎 我說對對對 哇現在年輕了 有看風水 我說沒有沒有 我已經44歲了 就已經40多 發表這麼好 然後說 你看看風水會怎麼樣 這樣子 就是會有很多人會來詢問 或者是說我以前在路邊 或是公園 我只要拿出牌卡 洗個牌 卡的規律就很高 就會有很多人來問我 你在幹嘛 結果人生當中不只 我連我自己 在做一個很 你們不知道的 就是一種很小的事情 也都會有人問我 你在幹嘛 對 所以我覺得五號組 有一點這種能量 所以你們就是很發自內心 不要覺得尷尬 喔他有自在的能量喔 因為有一種比較 負面的天王心 是有一種 覺得被社會拒絕 然後會有一種 故意的天王心 那種不是很舒服 我說他是很舒服的天王心 他就是 就是在這個地方我隨意 然後我很自在 好你們這個能量最好 這個就吸引了 就是你會變那個貓咪 然後對方認識你之後 他會變那個貓咪 大概就是這樣子喔 有嗎 一定有小版本的啦 小版本啦 嗯 對喔 我講是靈魂能量喔 就很想問 被問東西這樣子 就很多人就這樣子會問 對 就都會這樣子 像我以前 我連做房務也會 就是那種 退房也會跟我聊天 然後就說 你要不要去新加坡工作 你要不要去中國工作 就很容易問耶 或者我在幹嘛 然後我不是講過 我去我女兒的家長會 他會有家長跟小孩的任務 我講過很多詞 但有些人沒聽過 等他一下齁 就是 都會一起做 一些手做的東西嘛 但是任務 然後大家都有家長 只有少數小朋友沒有 就是沒 爸媽沒空 然後坐一坐坐 我投胎起來 一堆小孩圍著我 有沒有很像這個畫面 有沒有很像這個畫面 這個摩底 那個啊摩底手 摩障指引者 摩底手 結果一堆小孩圍著我 然後問說 阿姨你在幹嘛 我想說 不就是 跟你媽媽一樣 在做手作嗎 結果我就很容易被問 你在幹嘛 我以前在KTV上班也是 結果這樣很開心 然後清包 清包箱 那以後我問 你在幹嘛 我想清包箱 問的人還是我同事 我想 就清包箱 那有幹嘛 沒有幹嘛 你問 特助我是不是剛去KTV也是 就是 人家說 覺得我在幹嘛 很惹眼對不對 結果莫名 那個惹眼 不一定是覺得我很正 未必喔 結果 覺得很奇怪 有吧 有吧 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巧克力的故事是指什麼 有感覺像一個巧克力 他沒有 我來就是阿甘正傳 你在講那個喔 他是一部經典老片 阿甘正傳 你們可以直接跟他阿甘正傳 想要成為明星 未必 未必 天王星 你們很自在 會讓他覺得說 你看 你看起來好怪 好自在你在幹嘛 呵呵呵 你們這個狀態就對了 我跟妳講 你們未必會是明星 可是 你們會在某些人眼中是明星 你知道我意思嗎 你未必是 哇那種單 但你在某些人眼中 你就是明星 或只好在你這個貴人眼中 你就是 他的能量補給 他的明星 所以他很願意給你資源 因為他根本就想要 教你這個貴人 然後他覺得在你身上 他會得到 天王星人 然後會力求突破 所以我覺得這個 你是要突破 ok 對 對不對 欸 你在幹嘛 對啦阿甘正傳 有啦 我就覺得一定有 有啦 Linda對不對 Linda感覺也很容易被問 對啦 好 好 像我前陣子去三清宮拜拜 然後就是 可能本質我的屬性吧 就會被人把揹 覺得說我解不了 這是什麼意思 我說好妳問什麼 然後妳就朋友問問什麼 然後我在旁邊講一講的時候 有些人就會在旁邊重複我的話 上次三清宮也是有嗎 一直重複我的話 或是說 我有 或是說我在幫我的朋友解簽 結果旁邊的人拿一個簽給我 根本我成功 我看起來就 我穿蝙蝠捏 我沒有幫什麼包頭捏 成功就對了 對不對 你在幹嘛 被問路也算 瞧瞧 被問路也算喔 你知道對不對 對不對 你懂 瞧瞧你懂 被問路算喔 剛剛有跟你說他懂那個狀態 那個 散會 你懂 就是哪裡 有點 有點 那個明星不是大明星 他是有點天王型的那種怪 有點小明星感 然後有點特別 有些人就特別喜歡小明星你知道嗎 對不對 有些人 像我們以前在追韓團的時候 我就是不會 像以前我們喜歡BTS 現在也是啦 紅的時候我不會離棄 我就覺得很棒啊 紅的繼續支持啊 然後你知道那時候 我們一群追BTS就會有人 我就會跟他看見面會聊BTS 然後突然就一副冷漠 我想 賤火 哈哈哈哈 他說 他在眼神我看到他就一副 我說 你不喜歡是不是 哈哈哈哈 你的賤火 他說沒有 我覺得他們越來越紅 不是專屬於我們 我說你這怎麼 怎麼這麼戰友欲這麼重 我們 我們推的偶像紅了很棒啊 這很好啊 然後 他們就會有一款 喜歡那種 有點紅了 他們賺得了錢 像比如Infinity 哈哈哈哈 我沒有在黑Infinity 我不要誤會我意思 他們很有實力啊 他舞很氣 但是啊 我就特別喜歡Infinity 這種 喔BTS喔 BTS最好以前那種 有點剛起來最棒那種 那紅了舞 就覺得 他們還是很棒 不是我喜歡的 好就是這樣 雖然那以前那種 日本AKB48就是很走中路線 那種哇 我推的 我推的孩子 哈哈哈哈 我推的那種感覺 知道嗎 所以你們是散發這種感覺 我要離開戰場 我要離開什麼 哈哈哈哈 不要排隊解決 哈哈 我要禁止解決 哈哈哈哈 哈哈 不要 不給你摸解 有啦 你們想一下 你們有些人沒有想起來 只是沒有自信 有些人你知道你們自己的自 沒有自信 會讓你們記憶有偏差 你知道嗎 你們未曾正確的看待自己 一定多少有的 逛商店 對對對這裡算啊 我一想有了 對 你就會覺得不想要解 我不會 我就是專 忠誠 呵呵 越紅越好 就這邊 我的想法就是 哇 我看了有眼光 我看了一定紅 但當初 ASO跟BTS 但我也是很喜歡ASO 但我就知道BTS 一定會超遠 然後 還有那個時候 那個BitBank跟東方神奇 然後我就說 哇我看了眼光 我就覺得很開心 有個姨母 可能我比較姨母 因為我不會把他們當戀愛對象 我就是姨母 我就是想要看我眼光好不好 所以我每次對於說 我覺得這句會紅 這個人會火 然後我只要命中 我就YES 哈哈 開心 我很享受那個感覺 哈哈 OK 呵呵 Infinity啊 呵呵 Infinity怎麼了 Infinity就是那種獨有感 那種 他又 我跟你講 我知道你們都 你們又不能完全不紅 因為很尷尬 就是要Infinity這種最高 呵呵 然後他們實力也被認可 對不對 唱歌實力也被認可 但是又有點不夠紅 哈哈哈哈 沒有到底啦 可是也是大家都認可 對不對 他們跳舞是沒有話講嘛 沒錯啊 這種獨有感 然後我就會直接講 你見火 哈哈 他以前跟我一樣追BTS 然後他們就給我扔掉 我就覺得 我感覺到因為我很敏感 呵呵 我說你這樣心態要不得 呵呵 大概是這樣子 金田一 對 呵呵 可是我心裡是希望金田一大紅大局 應該要打敗柯南 但是可能沒有辦法 呵呵 終極要選一 呵呵 沒有我都 這個很極致 這可能已經比Infinity 那種還低 你這已經是另外一種 你這不是天王星籤 你這是海王星的 我剛才講天王星是 我剛才講的 或什麼AKB失敗 你這個是海王星的 你這已經是另外一種等級 真的 有有有更極致的 更極致的 更極致的 對啦 呵呵 好他們很紅 很紅 很紅 呵呵 就不錯啊 我沒有說他們不紅 也就是說 他有一個擋姿 你也不能夠是完全不行的 就不紅 講說誰 對 一定要到這個程度的 好 時間點 快講完了 44 44 數字44很棒 然後是天使 天使 天使 呵呵 我有一個團是後面才覺得他們不錯 是那個那個那個 我突然又怎麼忘記名字 那麼紅的團 我就忘記名字 就那幾個都腦袋問題 腦袋問題 腦袋問題 哈哈哈 艾力 我反而記得他們 喔 Super Junior 我反而記得他們的 粉絲的名字 哈哈 他們反而是後面 要就是這樣子經歷很多事件 要在和團 我就哇 怎麼那麼勵志啊 他們當然說我沒興趣欸 我沒興趣 我覺得歌就是抖音 哈哈哈 欸那個歌就現在抖音的前身啊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喔這種歌好低能喔 哈哈哈 不好意思啦 我就很機車 好啦給你們罵幾句 讓你們結怨 我可以接受被你們罵幾句 可是我個人想法 個人想法 我覺得好抖音喔 好無腦喔 可是他們那個時候就是 有拍綜藝節目 然後就是 要再出來 有沒有 因為已經開始被 SM 冷落 因為SM就是這種套路 哇 我覺得哇 好爛喔 我最喜歡這種劇情了 哈哈 然後前面終於分崩離析 然後各種事件 然後最後 我們還是要當什麼 Super Junior 我就哇喔 可以喔 我突然會想 Super Junior 哈哈 那是後面喔 後面的事情 有沒有 我覺得這種感覺很讚 好啊 44天使 天王星 哈哈 要講天王星 還有什麼 44 44天 欸 56 很多錢 還不錯 你們這一組要克服 我跟你講 你們很難合作 還有一個恐懼 你們有財富恐懼很嚴重 對不對 有一種人的恐懼 要有些組別是什麼 沒有自信啊 或什麼 不是這一組是財富恐懼 你們要克服財富恐懼喔 你們的財富恐懼 已經讓你們過度小心 我覺得小心不是壞事 可是你們太over了 財富恐懼到 你們還會欺騙自己說 你是很FO的人 不 你那是財富恐懼 在裝 好不好 所以財富恐懼克服一下 不然你根本很難 跟很多人合作 那本身毛又很多 也沒有很敏感 對不對 然後 應該是快的 宇宙大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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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老少女 呵呵呵 別忘記 大格了啦 格格 我要看一下 我看一下 四四天四四周 或是四月四號 呵呵呵 真的啦 四四天四四周 四月四號 真的喔 大概這個日子 是挺好的 然後 這貴郎很愛漂亮 你看他有孔雀的能力 很愛漂亮 有孔雀的屬性 然後 也是地球突破 這我剛才已經講過了 對 你們甚至有時候 還會有點吵架的味道 你們可能還會吵一吵 然後又 又變好朋友那種 吵來吵去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他有這樣的一個狀態 欸 甚至有可能一開始看你不順眼的人 因為我說這一邊 天王星很重 天王星有反對者 你看他不順眼 他看你不順眼 兩方看不順眼 其中一方 然後後面又好的 有點這個感覺 對 是這樣子 所以 再來看到敵意 這個是過去 敵意你們太容易 敵意我剛才講 各種恐懼 而且你們有時候 老覺得別人 跟你提出想法就是 他是否定我整個人 然後氣呼呼的 他是不是覺得我不行 他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意思 有可能 然後當然也有 也有些人是真的有 也有些人真的有敵意的 可能你們的關鍵字會有 有時候你們 很做自己的時候 也會被人家忌妒 所以有可能有被忌妒的能量 因為畢竟是敵意政委 請 思考一下 可是我要跟你講 跟這一組 第五號組人講 你們或許會在人生當中 音樂感覺到敵意 因為你們其實很敏感 那你們可能或許會想說 我低調一點就不會有了吧 不 有些人天生屬性就是 容易被嫉妒 那你就是這一種 所以你再怎麼低調高調 什麼調調 你都會 感受到敵意 你知道我意思嗎 那為什麼要為了 一個你無論怎麼做都會有敵意的 某些 某些怪怪的人 而去耽誤你的人生呢 你不覺得很不划算嗎 好所以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們有這個屬性 而且我跟你們講 你們可能不一定很了解你們自己 其實你們是 越戰越強 越強 越強 的人 所以 如果你們把你們自己放在 啊 大家好像表面上看起來很 peaceful 那一種環境 你們是弱 弱化自己 可是我不是 妖怪我從來 我的頻道是非常的 善良風俗 我從來都不會叫你去 什麼黑洪黑洪 去跟人家 故意什麼逆風 操作 或是故意講一些違反風俗 我不是這個意思喔 我基本上是 基本上都是推廣的 就是一個 合乎你內在的真實想法去表達 那我跟你說 你們反而是 在一個 一個團體當中 你會感覺有些人支持 有些人他並不支持 這個情況下 你才是最好的原型 因為我剛才講 天王星的屬性 他有反對者 那不一定是不好 你們不要覺得反對者不好 有些人他就是需要反對者 他才會進步 而且我剛才講 他有獅子水平的能量 像我 我超級獅子 我母胎獅子 因為我上身獅子 然後我太陽也在 我太陽也在 給我太陽在一攻 我應該可以很獅子 也就是說 我們這種人有時候很白母 你知道嗎 我們還是需要 一些些人給我們 稍微皮繃緊一點 可是我那種皮繃緊跟緊張感 壓力過大不一樣 所以我們還是知道 有很多人喜歡我們的 可是我們稍微有一點點反對者 我們會知道說 好啦好啦 我知道有一群人很討厭我 我真的不要太白母 不然你知道有些人就是 因為有些人他就是 莫名其妙嫉妒你 他就是會抓你小辮子 那有時候對於五號組 你們有時候會白母 那你們隱約感覺到 有一群人他三不五十會 抓到小辮子 那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我會稍微想一下 我會把我的魅力發揮在最剛好 要做事情發揮在最剛好 大概是這樣子 而且有時候也不一定是第一 我剛才講他也是跟 改革反對提供建議有關 OK 好 然後 再來 第二個少做 盛開的豐盛 逆位 就你們不要一直 覺得自己 我想想那感覺 因為一開始就有一個三號 全帳三 背面蓋部 我覺得你們有時候很難合作 是真的 就你們會看到 合作當中的不順利 大於順利 你們會很容易 或是講說 算了不適合算了 很容易放棄 而缺乏了再進一步的溝通 也許其實只是在稍微聊一下 你們就會達到共識 不過他有可能有責中之大 所以可以去思考一下這一點 好 然後再來 平衡天使 正位 這是多做 對不對 我就說平衡 聽聽別人的意見 平衡就是跟天平 跟七公有關嗎 七公在想看什麼 聆聽建議 他人 自我他人 聆聽建議 所以你們這一組是需要建議的 需要聽聽別人的建議的 然後 防禦機制對人來講就很重要 一開始的這項徹底 我們這一組 如果天荒星的那一種能量 你們不健康發揮 你們就會變成 那種火星天荒星怪怪的那種 展現 就會很容易 覺得別人在 在挑戰你啊 在不喜歡你啊 敵意啊 什麼的 那就是一個內在小孩 的防禦機制在發作 這大概這個類型的 這大概有點重 好差不多了 再來看神譽卡 神譽卡 光的捍衛者六月 共同作業春季 對有個稍微有個煞車 那不像你什麼都不做 可是你稍微就這樣 哎呀有一群人 好 在那邊有的沒的 光的捍衛者六月 共同作業春季 可能有些人是六個月後六月 或是六的話也跟那個 大哥 一直大哥 等我一下喔 雙子的能量也是有關的 六月雙子的能量 共同作業 需要他人的啦 我跟你講你們這一組喔 逃啊 看你要逃去哪裡 逃到2043年吧 我不要跟他合作 跟人家合作好麻煩喔 那你 宇宙會用更多的麻煩 來給你 讓你 最後雙手一看 我輸了 我要去跟人合作 或是下輩子 但下輩子起跳不會比較好 你們一定要跟別人合作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學會平衡彈性 可能需要學一些這樣的東西 好運動 需要運動 沒錯 運動必須的喔 運動 而且我剛才講 這個人喜歡運動 是不是有講 還有相信自己 看見自己做得很好 你就會做得很好 那多運動 當然就會幫助你的下三輪啊 比較有力量 那有時候我們常常在身心靈講 當你覺得你身體強壯的時候 你也比較有勇氣 你覺得自己身體很虛弱 拿個東西 喔 然後跑到這樣 你就會覺得自己比較脆弱 你知道嗎 你心情上就會比較 沒有安全感 他的邏輯其實也是這樣子 好運動 相信自己 多多運動 然後可能 也許這個人也是你去 你的生活終於達到平衡 認真工作 好好玩 好運動 這個人愛出去玩的 愛旅遊 愛旅行的 OK 他有 我剛才講天王星 木星的能量也很強 天王星木星 可能他這個屬性 喜歡大膽嘗試 喜歡去玩 喜歡給予建議 大概是這樣的屬性 好 講完了 那這是今天五號組的訊息 蝴蝶 蛻變發展 新週期 所以要讓自己 飛起來吧 OK 好 所以我現在要去思考我的生活當中 那我也跟你們分享 我真的希望我可以有的原因 不是真的為了錢 是因為 如果有就更有力量跟你們說 你看你看 我當時別人看就是覺得他完了 卡在七萬 他完了 我們沒有放棄 我們去找出問題在哪 而不是故意 硬要搏流量二稿或是放棄 有些人會放棄你知道 我這一年出來的 很多已經放棄了 我們很清楚 不不不 不是這樣子 不不不 我們可以去思考這當中 有沒有什麼可以更好的地方 讓自己更完整 所以 我是很希望有 是因為 希望是很勵志 不是只是那個什麼 很多百萬訂閱者 沒什麼賺錢 所以我其實不是 我覺得那還好 主要就是說 如果很很很棒 那我可以跟你講 你看沒騙你 我還可以點這個直播給 學生卡 沒騙你們 當時一堆了 覺得完蛋了 我 萬喜啦 這樣子對不對 對 是這樣子 所以 不是那種爆紅 不是那種爆紅路線 我也不那麼適合爆紅 我覺得 我覺得 我不那麼適合爆紅 其實我自己知道 但我沒有要咳著我自己 胖就胖了 可是我並沒有覺得說 我要放棄 健康 恢復健康體系 因為我覺得對你們還是有幫助 我還是覺得 好 這個沒有標準答案 我知道 我沒有什麼惡意 但我必須講 我覺得 身為一個 希望大家進步的 一個身心靈 也不一定只有身心靈 反正就是說 我自己講自己老師 有點不好意思 但是謝謝你們尊稱我老師 身為一個老師 身為一個老師 你自己 能夠進步一定還是更好 好健康 給人家一個榜樣 還是更好 可是我沒有要給自己過大壓力 如果真的 那個時候就是沒有 沒有成功瘦下來 我不會逼我自己 讓我會 我沒有要放棄 我覺得我應該還是要有健康體系 不用很瘦 不用只騙人 但不能70公斤 應該要在什麼60公斤 就大概會在我2021 自頂那個影片 那個叫什麼 內心深處 他內心深處想跟我說 我先一個自頂影片 那個時候我是60公斤 我覺得那樣還可以 他也不能那麼胖 他也補好 因為那個胖 都能量會 就是不是那麼健康 我覺得能量也沒有那麼 可以更好的能量幹嘛補 為什麼補 OK 祝大家新年快樂 好我努力 努力四月給你們創造一小波 奇蹟 這樣我就很努力 因為我可以鼓勵你們 你們也可以的 好嗎 要跟你們晚安囉 拜拜 要關囉 拜拜 拜拜 謝謝大家 新年快樂